第1921章 七星鹅和万虫榜 红袍老者没有回答 望向王长生 客气地说道 老夫鲁天红小有如何称呼 看到红袍老者臃肿的身材 王长生不由地想到了黄富贵 本能地开口说道 晚辈黄大富见过鲁前辈 你下去守着 不许任何人上来 今天的事情烂在肚子里 鲁天红吩咐道 语气沉重 李青阳应了一声 把慈平递给鲁天红 躬身退下 鲁前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长生有些紧张地问道 看鲁天红的态度 明月之水不像是一般的东西 老夫有幸在天宫大会上见过此物 此物产自明界 叫明河之水 此物对修炼水属性功法的高阶修士来说 是宁炼法相的绝佳之物 不知黄小有能否忍痛割爱 将这些明河之水出售给我们七星伤盟 若是道友不想要灵石 通天灵宝 灵丹妙药 镇法 福转 灵兽 灵药 都没有问题 鲁天红沉生道 语气诚恳 明鉴 明河之水 宁炼法相的绝佳之物 王长生愣住了 明月之水有这么大的来历 还能用来宁炼法相 没错 黄小有若是愿意将这些明河之水 卖给我们七星商盟 以后就是我们七星商盟的贵宾 以后在我们七星商盟采购商品 一律享受九折优惠 若是我们七星商盟举办拍卖会 黄小有可以提前知道一些压轴拍卖品的消息 我们七星商盟的生意遍布玄陵大陆 成为我们七星商盟的贵宾好处多多 当然 道友要是不愿意 那也无妨 鉴定费用就算了 就当交个朋友 鲁天红诚恳地说道 明月之水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化神修士能够得到明月之水的几率很低 搞不好对方失恋须修士或者合体修士 高阶修士不喜欢被人打扰 经常收敛起息 伪装成低阶修士 伴猪吃老虎 这种例子可不少 明月之水固然珍贵 鲁天红也不会为了一些明河之水 就杀人夺宝 七星商盟打开门做生意 以诚信为本 若是有人带中宝上门鉴定 七星商盟就杀人夺宝 明生早就臭了 王长生面露思虑状 他若是不卖掉这些明月之水 很难说鲁天红不会做什么手脚 上品通天灵宝 王长生试探地问道 他也不知道明河之水具体的价值 鲁天红甘笑一声 道 你拿出来的明河之水太少了 若是几千斤的话 那还差不多 顶多下品通天灵宝 九龙丹或者辅助冲击炼虚期的灵丹妙药 王长生继续问道 鲁天红直摇头 道明河之水的数量太少 想要九龙丹或者辅助冲击炼虚期的灵丹妙药 至少要一千斤明河之水 王长生眉头一皱 取出一枚蓝色玉碱 递给鲁天红 说道 这些材料应该有吧 他自然不会再拿出明河之水 拿出十多斤明河之水 还容易解释过去 拿出上千斤明河之水 傻子都知道有问题 鲁天红神识一扫 点了点头 道 有玄水之精 海魂精 天换时是换树类的材料 十分少见 我们前不久卖掉了最后一款 那就玄水之精和海魂精吧 王长生点头道 他要了一批五阶炼虚材料 用来将定海珠晋升为通天灵宝 没问题 黄小友稍等片刻 老夫去去就来 鲁天红答应下来 放下瓷瓶 转身离开了 没过多久 鲁天红回来了 手中多了一枚青色储物件 和一枚银色令牌 令牌的正面写着七星二字 灵光闪闪 黄小友 这是你要的东西 这是我们七星商盟的贵宾令牌 在我们七星商盟的店铺 都能享受九折优惠 还有诸多便利 若是日后弄到明河之水 还请优先考虑我们七星商盟 鲁天红诚恳地说道 将储物戒合令牌递给王长生 没问题 王长生称谢一声 收起储物戒合令牌 起身离开了 李青阳走了上来 神色有些激动 鲁前辈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 查清楚他的来历 李青阳小心翼翼地问道 咱们七星商盟开门做生意 以诚信为本 不要动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另外 你吩咐下去 谁敢坏了咱们七星商盟的名声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鲁天红冷冷地说道 满脸肃杀之气 李青阳打了一个冷战 连忙答应下来 今时不同往日 这些年出现一位炼虚修士 专门假扮成低阶修士 故意露出宝物 吸引别人杀人夺宝 你真以为古修士洞府里会出现这种东西 搞不好是某个大势力的败家子 偷到宝库里的东西出来售卖 这种情况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鲁天红尘声道 鲁前辈教训的是 属下明白了 这件东西就不用登记在此了 李青阳用一种谄媚的语气说道 那倒不必 你安心主持拍卖会 若是能够弄到傅蒙主要的东西 那就是天大的功劳 好了 老夫还有事要忙 没事别打扰我 鲁天红吩咐道 他倒不是大公无私 明河之水适合修炼水系功法的高阶修士 凝炼法香 而他修炼的是火属性功法 根本用不上 来到八楼 鲁天红袖子一抖 一道黄光飞射而出 赫然是一只巴掌大的飞蛾 飞蛾体表有七个银色斑点 看其法力波动 显然是五阶灵虫 七星鹅 善于追踪和隐匿 位列万虫榜第535名 悬崖界的奇虫异兽不少 光是记载在侧的灵虫有上一种 万虫榜只是记录了万语种灵虫 能够上榜的灵虫都是有独特神通 排名高低不代表绝对 但是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鲁天红奋出一缕分神 寄托在七星鹅的身上 七星鹅的翅膀轻轻一扇 踢表的七个银色斑点大量 骤然消失不见了 七星楼外 王长生在街上闲逛 走走停停 一个时辰后 他出现在玄岳峰 只要有镇海宫的身份令牌 就能随便进出玄岳峰 守山弟子任令不认人 王长生大步朝着玄岳峰走去 他不敢保证 鲁天红没有做什么手脚 最好是返回玄岳峰 七星楼 八楼 鲁天红的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道 居然是镇海宫的人 宰卖爷田不心疼 估计是某个败家子 偷到师门长辈的东西 拿出来售卖的 看来不能卖给镇海宫修饰 万一镇海宫追查起来 有不小的麻烦 倒是可以卖给神兵门的人 他取出一面淡青色的法盘 打入一道法绝 开口说道 孙夫人 老夫弄到了一些明河之水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 明河之水 当真 老夫骗你干嘛 半个时辰后 老地方见 鲁天红收起青色法盘 虚空亮起一道荧光 现出七星鹅的身影 七星鹅飞入他的衣袖不见了 第1922章 金娇古龙家 玄岳峰 一座气势辉弘的红色宫殿 有不少修饰进进出出 宫门上方的牌匾上写着 玄火垫 三个大字 玄火垫建在地火灵脉之上 宫镇海宫弟子炼丹炼器 只要是镇海宫的弟子 可以免费进入玄火垫炼器炼丹 算是宗门福利之一 某间炼器室 王长生盘坐在一张红色蒲团上 身边散落着一大堆炼器材料 大都是水属性的炼器材料 他仔细检查每一样材料 看看有没有什么印记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轻松了一口气 明河之水 凝炼法香 王长生难难自语道 若是他能够进入炼虚期 倒是可以利用明河之水凝炼法香 没想到天蓝界居然有明河之水 若是将天蓝界的明河之水 全部弄到手 绝对是一大笔财富 数千斤明河之水 就能换一件上品通天灵宝 可见明河之水的珍惜 王长生猜测 合体修饰 利用明河之水淬炼法香的效果应该不错 至少比以木之金和天雁之金要好得多 李青阳断掉一臂 哪怕是鲁天红 也无法化解明河之水 冰封万物的属性 目前来看 明月珠对付化神修饰 是一件大杀器 对付炼虚修饰 就不好说了 他用十多斤明河之水 换到了一些水属性的炼气材料 不足以将十八颗定海珠 都晋升为通天灵宝 通天灵宝的数量越多 炼制难度越高 王长生目前还没有炼制过成套的通天灵宝 他得到了不少五阶的炼气材料 可以放开手脚 炼制通天灵宝 王长生本想出手明河之水 换一笔灵石 好劲拍九龙丹 不过明河之水不是一般的材料 大量出售的话 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此一来 王长生打算出售银钢石 一斤银钢石 在市面上能卖出十多万灵石 王长生手上还有四十多斤银钢石 还有一批尚未提炼的银钢圆框 他收起地上的炼气材料 举出银钢圆框和清廉造化顶 开始提炼银钢圆框 两日后 炼气室的大门打开了 王长生走了出来 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他利用清廉造化顶提炼银钢圆框 得到四十多斤银钢石 加上之前的 一共有九十多斤银钢石 折换成零石 就是九百多万 足够王长生购买一大批五阶的炼气材料 炼制通天灵宝 按照李清阳所述 九龙丹是某位炼须修士 拿来交换宁炼法相的材料 不知道能否用明河之水 换到九龙丹 出了悬火店 王长生直奔山下而去 一展查的时间后 王长生出现在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 这条街道是住宅区 街上的行人并不多 一些院落门口 种着几棵柳树 从一棵柳树面前经过的时候 王长生手指一弹 一枚青色储物借飞出 落在了柳树上面 储物借里有七星楼的贵宾令牌 王长生不敢确定 贵宾令牌有没有动手脚 丢掉比较稳妥 王长生沿着街道溜达了起来 他打算出售一些银钢石 换取一笔零食好竞拍商品 地面骤然轻微地晃动起来 王长生下意识朝着身后望去 两只二十余丈长的红色巨师 缓缓向他走来 红色巨师有五丈多高 全身长满红色棕毛 四个青色蹄子 如同鹰爪一般露出锋利的利刃 一男一女分别坐在两只红色巨师的背上 一名身材修长的金山青棉 双目狭长 鼻梁挺直 一名身穿红色裸裙的少女 少女眉眼如画 肌肤赛雪 风腰翘臀 两人都有化神后期的修为 他们的衣袖上都绣着一条金色的迷你蛟龙 显然代表着什么 金骄古龙家 王长生认出了两人的来历 金骄古龙家是三家之一 有合体修士坐镇 龙家传承三万年多年了 先祖出自万灵门 擅长驱虫御寿 两只红色巨师 在一座占地极广的院落门口停了下来 门口种着两棵柳树 咦 这里怎么有一枚储物件 金山青年轻移了一声 单手朝着某棵柳树虚空一抓 一枚青色储物借向他飞来 落在他的手上 王长生神色不改 转身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王长生跑了两家店铺 将四十斤银钢石分批出售出去 得到了四百多万零食 两个时辰后 王长生出现在散修摆摊的广场 他转了几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也没有捡到漏 就返回了弦跃峰 他取出传讯盘 打入一道法诀 说道 黄师植 来一趟我的住处 跟我说一说拍卖会的事情 是 王师叔 半课中不到 黄鱼儿就出现在王长生的面前 他跟王长生汇报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 不过他的修为太低了 打听到的消息有限 只是确定有九龙丹出现 王师叔 今晚虚实有一场交流会 是京郊古龙家子弟举办的 据说有很多化神修士参加 你要不要去看看 地点就在京郊楼 黄鱼儿宫生说道 交流会 谁都可以参加吗 王长生好奇地问道 是的 龙家擅长驱虫御兽 说不定能够换到辅助 灵虫灵兽进阶的灵丹妙药 黄鱼儿如实说道 每逢各大方式 举办大型拍卖会 都会有各种交流会交换会 旨在扩大自己的交际圈 同时交换材料 这已经是常态了 王长生点点头 吩咐道 我知道了 你做得很不错 你帮我留意一下 海魂精之类的水属性炼器材料 有消息的话 马上通知我 没事 你就回去吧 黄鱼儿应了一声 躬身退下了 王长生走进不远处的 一座青色阁楼 打坐条西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色暗了下来 虚实 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边 方式灯火通明 街道上行人如潮 车水马龙 吆喝声不断 一名长相普通 身材矮胖的黄山青年 站在一座五层高的 金色楼阁门口 两名杰丹修士守在门口 牌匾上写着 金胶楼三个金色大字 黄山青年正是王长生 他用天幻珠改变了容貌和气息 方便交换材料 王长生大步朝着金胶楼走去 守卫并未阻拦 大堂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第1923章 玄清双胶 血刀上人 来到三楼 王长生看到了十多位化神修士 他们分坐在不同的地方 大都是独自一人 他之前遇到的两名龙家子弟也在 看到王长生 金山青年站起身来 抱拳说道 在下龙子云 这是舍妹龙子月 道友如何称呼 黄富贵 王长生脱口而出 反正悬崖界 没人认识黄富贵 黄富贵 道友的名字简单一计 比老夫的名字有趣多了 一名有些驼背的青袍老者笑着说道 青袍老者的脸色略显苍白 身材瘦弱 留着山羊湖 一副病痒痒的模样 老夫无用 青袍老者自曝姓名 原来是吴道友 王长生抱拳一礼 找了张空桌子 坐了下来 陆续有化神修士走上来 修为从化神初七到化神大员满步等 各自找地方坐下 半个钟后 李延川走了上来 在他身边 跟着两名五官一模一样的女子 一名女子身穿蓝色如裙 一名女子身穿紫色折叠裙 他们的衣袖上 都绣着一棵青色的迷你小树 似乎代表着什么 玄青双胶 王长生认出两女的身份 他们出自玄青派 玄青派是二派之一 传承比镇海宫还要久远 玄青子是人族其中一位大成修士 出自玄青派 玄青派有一对双胞胎姐妹 两人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 可以施展合肌之术 外界称为玄青双胶 方先子 你们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我有些认不出来 龙子云苦笑道 他们的身材和五官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难以区分 我是姐姐方玉燕 她是妹妹方玉菲 蓝群少女微笑着解释道 三人找了张空桌子坐下 刚好在王长生旁边 李延川跟方氏姐妹闲聊 并未理会其他修士 过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修士上来 龙道友 应该没人来了吧 开始吧 无用催促道 吴道友稍等片刻 还有一位道友 龙子云客气地说道 就在这时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 一名身高九尺的蓝山大汉走了上来 蓝山大汉的左脸 有一道恐怖的疤痕 背着一口长刀 刀鞘用麻布包好 双目锐利如刀 满脸球须 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煞气 看其法力波动 显然是一名化神大员满修士 血刀 你这家伙 不是被十几只五阶妖兽追杀吗 失踪了这么久 还以为你死了呢 吴勇有些惊讶地说道 目中满是忌惮之色 你死我都没死 十几只五阶妖兽而已 打不过我不会跑骂 蓝山大汉不以为然地说道 语气冷淡 血刀 王长生听说过此人 血刀上人苏云峰 此人是散修 不知从哪里获得刀法传承 一人一刀闯出一片天地 不过此人生性孤僻僻 亦正亦邪 做事随心所欲 好了 人到齐了 大家一起品茶聊天吧 龙子云招呼他们坐下 龙子月取出一套精美的茶具 和一个青色茶罐 当场弃茶 王长生注意到 茶叶是血红色的 很快 一股浓郁的异香飘散开来 王长生清秀了一口 感觉身体有些发热 精神一振 龙仙子 这是你们龙家的独家灵茶血龙吧 听说这种灵茶 可以壮大气血 血气亏损严重的修饰 饮用此茶 可以起到疗伤的作用 方玉飞好奇地问道 血龙茶可以壮大气血 确实可以拿来疗伤 还是单药的效果好一些 此茶最适合体修饮用 经常饮用 可以强化肉身 少量饮用效果不大 血龙茶千年才能采摘一次 我们弄到了一些血龙茶 特意拿来请诸位道友品尝一下 龙子月微笑着解释道 语气热落 有二十多位化神修士 每人一杯血龙茶 茶水是血红色的 王长生喝了一小口 茶水一落肚 一股热气在腹部升起 紧接着 全身燥热 体内气血仿佛沸腾起来 不错 好茶 王长生一饮而尽 全身热啦啦的 脸色胀得通红 皮肤都变成了血红色 可以清楚地看到 皮肤下的血管 苏云峰直接喝光了血龙茶 没有说什么 小半课中后 众人才恢复正常 众修士闲聊了起来 从悬崖界近期的情况 到修仙界的一些秘文 李道友 听说你们郑海公长老 在炼制重宝 炼制出来没有 龙子云好奇地问道 郑海公大肆收购五行材料 高阶炼器师数年不露面 显然是在炼制重宝 这我不清楚 我只是打下手 李延川摇头说道 他与其一转 道 听说你们龙家培育出一条六阶蛟龙 不知有没有这回事 龙子云轻笑了一下 道 李道友说笑了 六阶蛟龙 哪有这么容易培育出来 趁着人骑 咱们互相拿出一些东西交换吧 他取出二十多样材料 妖丹 妖兽材料 矿石 灵兽蛋 丹药 灵药 符钻等等 这是娇规的灵兽蛋 孵化就是二阶 这些材料交换同等价值的东西 龙子云开口介绍道 王长生能够拿出来 交换的东西并不多 龙子云拿出来的东西不少 并没有特别让他心动的东西 这并不奇怪 想要换到好东西 要拿出好东西才行 龙道友 以你们的身份 拿出几颗千灵丹 不是什么难事吧 李延川皱眉问道 千灵丹是五阶丹药 对灵兽的进阶有益处 龙子云略意沉吟 拿出一个青色玉盒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三颗淡金色的药丸 散发出一阵一香 上次交换会 龙道友都拿出了十颗千灵丹 这一次 怎么才拿出三颗 李延川疑惑道 龙子云甘笑一声 解释道 受原材料的影响 我们目前拿不出太多的千灵丹 只能拿出三颗 李延川略意沉吟 取出一个青色玉匣 递给龙子云 龙子云打开匣盖 快速扫了一眼 然后又合上了匣盖 递给李延川一颗千灵丹 其他修士纷纷拿出东西 给龙子云查看 交换物品 龙子云拿出来的东西换掉大半 三颗千灵丹都交换出去了 落入李延川和方氏姐妹手上 其他修士陆续取出物品展示 说出自己要交换的东西 第1924章 天月寒金 血蛤兽的毒血 只有少部分人 能够换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倒不是说别人没有他们要的东西 要么物主报价太高 要么物主不愿意成交 李延川袖子一抖 一片霞光卷过后 桌面上多了一大堆东西 束套领宝和五件下品通天领宝 李延川是五阶练气师 一直在宋风手下做事 练气水平自然不低 这些宝物换炼气材料 或者同等价值的材料 一般的东西就不用拿出来了 李延川傲然说道 在场的化身修士 有不少是散修 他们想要获得领宝 或者通天领宝 要么买 要么跟别人交换 或者请炼气师帮忙炼制 苏云峰取出一个金色玉匣 递给李延川 指着一块通体红色盾牌说道 换这块离火盾 如何 李延川打开匣盖扫了一眼 眼中亚瑟一闪 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王长生的眼中露出一抹好奇之色 一件防御类的通天领宝 需要上千万零食 苏云峰拿出的材料 价值千万 难道是六阶炼气材料 其他修士纷纷取出宝物 给李延川查看 只有数人交换成功 李延川交换完毕后 方玉飞袖子一卷 一片蓝色霞光掠过后 桌面上多了一堆东西 这些材料换水属性的炼气材料 或者同等价值的东西 方玉飞轻声说道 王长生的目光 落在一块拳头大的青色金石上面 青色金石金银剔透 表面有一些金色花纹 如同美玉一般 方仙子 这是什么材料 金盒 王长生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一般来说 木系妖兽才会有金盒 可是这块金石 并没有丝毫的木灵气波动 这是一只五阶下品 是金蚁的妖丹 是金蚁吞噬了大量的金属矿石 它的妖丹 跟普通妖兽的妖丹大为不同 方玉飞解释道 是金蚁的妖丹 王长生恍然大悟 吞金蚁已经成长到四阶上品 正好可以拿来给吞金蚁后服用 说不定 他能够借此进入五阶 他取出一个蓝色玉霞 递给方玉飞 里面装着云海金 是他从一个小摊位解漏得到的 方玉飞打开峡盖一看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王长生顺利换到了 是金蚁的妖丹 其他修士纷纷取出宝物 给方玉飞查看 大都交换成功了 方玉燕取出数十样材料 交换火属性的炼器材料 只是交换出数样材料 他交换完毕后 轮到了王长生 王长生取出一个白色玉盒 打开玉盒 里面有一枚淡蓝色的飞针 灵光闪闪 显然是夏品通天灵宝 玄域灭灵真 王长生在悬阳界炼制的第一件通天灵宝 万年玄域在东离界 是顶尖的冰属性炼器材料 在悬阳界可不是 王长生有数十斤银钢石和万年玄域 他打算炼制成套的通天灵宝 方便日后晋升定海珠的品阶 非真类的通天灵宝 王长生拿出玄域灭灵真 引起多位修士的注意 非真类法宝的炼制难度较高 一是材料 二是炼器师的炼器水平 李延川眼中亚瑟一闪而过 多看了王长生一眼 王长生利用天幻珠改变了容貌和气息 他根本认不出来 玄域灭灵真 以银钢石 万年玄域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附带寒气攻击 王长生的声音低沉 防止被李延川认出来 幻树类材料可不多见 等接越高的幻树材料越少见 吴用等十多位化神修士 纷纷给王长生传音 取出宝物给他查看 他们没有幻树类的材料 倒是有其他炼器材料 其中吴用拿出了一大块潮吸蜜精 两块耗云石 一张五阶上品离火精的兽皮 一颗五阶金雷龟的腰单和龟壳 想要换走这枚玄域灭灵真 王长生有些心动 无用拿出来的东西挺合用的 特别是五阶妖龟的腰单 可以给灵龟服用 黄道友 我有一块天月寒金圆框 不过被血涸兽的毒血误会了 能够提炼出一些天月寒金 再加上一颗五阶上品 换肾兽的肾珠和兽皮 如何 苏云峰一边给王长生传音 一边取出两个金色玉匣 递给王长生 宋玉禅跟王长生提起过天月寒金 这是六阶的炼器材料 比万年玄域还要珍贵 王长生接过玉匣 温度骤然下降 众人不约而同打了一个冷战 王长生可以清楚地看到 侠盖里有一块雪白色的矿石 上面有一些褐色血迹 血涸兽喷出的毒血剧毒无比 带有严重的腐蚀性 专门污秽宝物 血涸兽的毒血 是炼制阴毒宝物的上加材料 这块天月寒金不知存放多久了 毒血很难驱除出来 价值大打折扣 苏云峰将这块天月寒金 拿给七星楼鉴定 他不满意七星楼给的价格 这才留着 王长生有青莲造化鼎 自然不在乎 他连忙盖上挟盖 面露蓝色 给苏云峰传音 苏道友 你这块天月寒金存放太久了 就算提炼出天月寒金 炼气效果也大不如前 苏云峰参加这样的聚会很多次了 自然知道对方是想多要一些东西 他取出一个血色瓷瓶 递给王长生 传音说道 这是五阶血涸兽的毒血 剧毒无比 适合用来炼气 也可以炼丹 王长生点了点头 跟苏云峰交换了 其他人面露失望之色 纷纷收回自己的东西 吴道友 我还有一枚玄韵灭灵针 不过不在我的手上 晚一点跟你交换 如何 王长生给吴勇传音 吴勇拿出来的东西 很让他心动 王长生手上有材料 完全可以再炼制一枚玄韵灭灵针 吴勇先是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王长生交换完毕 其他人陆续取出宝物交换 大都未能交换 王长生没有再交换 倒不是说他拿不出东西交换 而是其他修士拿出来的东西 谈不上特别珍惜 有些东西可以在七星楼买到 自然不用交换 一个时辰后 交换完毕 众修士有序离开 第1925章 拍卖会 王长生漫步在街道上 神情自若 这一次交换 他得到了一大块天月韩金 若是青莲造化顶 能够分离出血哈绍的毒血 说不定可以拿来炼制一件中品通天灵宝 当然 他目前的炼气水平还比较低 未必能够炼制出中品通天灵宝 不过可以留着以后炼气 哪怕是夏品通天灵宝 炼入了天月韩金 威力也比普通的夏品通天灵宝强多了 王长生走走看看 一盏茶的时间后 他走进了一家名为清雨轩的茶楼 要了一间雅间 点了一壶灵茶和一些点心 过了一会儿 无用走了进来 随手关上了房门 黄道友 你说的是真的 无用开门见山地问道 当然 不过 我现在拿不出来 需要一年后才能给你 王长生压低声音说道 以他目前的炼气水平 不考虑失败的话 炼制一件通天灵宝的时间 在一年内 在东离界的时候 没有多少材料供他炼气 他炼制一件灵宝 会失败多次 多年才炼制出一件灵宝 随着炼气次数的增加 加上宋玉禅的指点 王长生的炼气水平提高得很快 炼制一件通天灵宝的时间 大大缩短 一年 那件宝物 是你炼制出来的 吴勇有些惊讶地说道 一般来说 五阶炼气师要么出自修仙门派 要么出自修仙家族 很少有散修 能够成为五阶炼气师 吴勇也考虑过学习炼气 不过没有明示指点 他进步很慢 学习炼气需要大量的时间 他尝试了几次 浪费了不少时间和零食 进步不大 也就放弃了 王长生笑而不语 算是默认了 好 一年后 咱们在这里见 希望黄道友不要让我失望 吴勇答应下来 有一件非真法宝 他猎杀妖兽比较方便 王长生点了点头 起身离开 他来到散修摆摊的广场 转了一圈 并没有什么发现 看来简陋全凭运气 他跑了几家大店铺 采购了一批阴毒材料 比如血魂玉之类的材料 打算炼制一件阴毒宝物 用来污秽敌人的宝物 三个时辰后 王长生回到了玄岳峰的住处 他取出天月寒金和青莲造化顶 将天月寒金放在青莲造化顶之中 注入法力 青莲造化顶表面的青色莲花大亮 一盏茶的时间后 青色莲花黯淡下来 王长生打开顶盖 发现里面有一团赤红色的物体 和一块雪白色的金石 赤红色物体已经变成了固态 被冰冻住了 顶壁内有一些白色冰屑 王长生的眼中 闪过一抹欣喜之色 果然不出所料 青莲造化顶 可以分离出血哈瘦的毒血 六阶炼气材料 王长生自言自语道 目光火热 若是炼气水平足够高 炼制一件中品通天灵宝也不在话下 这么一大块天月寒金 炼制一套夏品通天灵宝都不是问题 王长生翻手取出一个血红色的瓷瓶 这是用血理石炼制的器皿 用来盛装血哈瘦的毒血 一般材质打造的瓷瓶 很容易被血哈瘦的毒血腐蚀 只能用特定的器皿盛放 王长生用血色瓷瓶装起了血哈瘦的毒血 不知道还能否用来炼气 他收起天月寒金 盘膝坐下 打坐修炼 两天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玄月宫位于方市中央 装饰华丽 最多可以容纳万人 每当方市内举办大型拍卖会 大都会在玄月宫召开 郑海宫会派人维持秩序 作为回报 郑海宫长老提前知道了 拍卖会压轴拍卖品 同时会抽取一笔用金 天色刚亮 玄月宫门口大牌长龙 想要参加拍卖会 都要缴纳一笔费用 每个人五百块零食 光是收门票 郑海宫就大赚一笔 七星商盟作为举办方 也是能够分到一笔费用 算是共赢 王长生站在人群之中 脸色平静 他使用的是真容 他早就了解到 像这种规模的拍卖会 举办方会为参与者 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过了一会儿 王长生出现在玄月宫门口 出示了身份令牌后 王长生不用缴纳费用 大步走了进去 走进玄月宫 迎面来的是一面深蓝色的石壁 石壁上刻画着一幅山水图 左右两侧各有一条青石通道 一名镇海工弟子快步走了过来 递给王长生一颗淡银色的圆珠 圆珠符纹流转不定 显然是一件法宝 隐灵珠可以隐秘气息和容貌 防止被人探查 镇海工炼制的宝物 专门用来保护近拍者的安全 王长生接过银色圆珠 朝着右边的青石通道走去 穿过三道暗门 这才来到拍卖会场 拍卖会场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梯台 层层叠叠 位置越靠前 距离地面越低 位置越靠后 距离地面越高 这样方便坐在后面的修饰 看清楚拍卖品 有不少修饰坐在圆形梯台上面 大都被一团荧光笼罩着 无法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王长生取出银色圆珠 注入法力 一片银色霞光席卷而出 照住全身 拍卖会场设有特殊的法阵 跟手中的引灵珠配合 拍卖会结束后 近拍者通过暗门分批次离开 就算被人盯上 也可以轻松甩掉 王长生来到第三排坐下 他目光一扫 已经来了一千多人 数量还在陆续增加 会场能够容纳上万名修士 二楼还有独立的包间 提供给贵客 他还是第一次参加 这么大规模的拍卖会 心中激动之余 也充满了期待 希望能拍到 几样核心意的东西 若是能够得到九龙丹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王长生目光一扫 眼中亚瑟一闪而过 他看到了七壶散人 七壶散人 并没有使用引灵珠 靠在椅子上 手上拿着一个青色葫芦 往嘴里灌酒 神色迷蒙 除了七壶散人 还有一名肥头大耳的 金袍僧人 引起了王长生的注意 金袍僧人穿着金色僧袍 大半个圆滚滚的肚皮裸露在外 胸口挂着一串金色佛珠 大智禅师 王长生认出了金袍僧人的来历 大智禅师是一位练须修士 出身天佛宗 第1926章 天学姥姥和飞龙丹 天佛宗是玄陵大陆 为数不多的佛门 跟东离界的万佛寺不同 天佛宗的高僧倒是经常露面 大智禅师就是典型的代表 你们来得挺早 看来你们也是为那件东西来的 一道冷漠的女子声音响起 一名十多岁的白衣女童 走到了七壶散人的身边 白衣女童的五官精致 两颗乌黑的大眼睛 肌肤赛雪 梳着飞仙病 跟雌娃娃一样 看起来年纪小 其实是一位练须修士 天学姥姥 王长生认出白衣女童的来历 天学姥姥出自冷艳派 冷艳派是跟玄清派齐名的门派 传承悠久 北韩化灵大法 是冷艳派的正宗功法之一 这种功法比较特殊 修炼的层数越高 修炼者会进入返老还童的状态 看起来年纪越小 修炼的层数越高 神通越大 天学姥姥修炼的就是 北韩化灵大法 也是冷艳派的核心弟子 据说有很大几率进入合体期 七壶散人扫了天学姥姥一眼 打了一个酒阁 呼出一大口浓重的酒气 没有说什么 天学姥姥眉头一皱 没有说什么 在七壶散人身边坐下 一盏茶的时间后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钟声响起 高空骤然出现点点灵光 灵光一闪 骤然化为一名中年男子 和一名清裙少妇 两名化神修士 落在拍卖会场中央的圆形石台 中年男子身穿青色净装 身宽体胖 圆脸小眼 满脸笑呵呵 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清裙少妇一身蓝色长裙 风腰翘臀 肌肤赛雪 在下陈锋 杨岳 见过诸位前辈道友 欢迎诸位前来参加本次拍卖会 两人冲重修士拱手一礼 高声说道 本次拍卖会 一共准备了一万三千多件商品 每一件商品 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 现在开始竞拍 陈锋的声音洪亮 传遍整个会场 陈锋袖子一抖 一片青色霞光掠过 桌面上多了一个精美的青色景盒 打开一看 一片青色霞光席卷而出 露出九把青光闪闪的飞刀 每一把飞刀的 外形酷似迷你青蛇 刀尖是蛇尾 刀柄是蛇手 灵光闪闪 成套法宝青蛇刀 用青云沙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共有九把 神识不够强大的道友 不建议竞拍 底价八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万 陈锋开口介绍道 八十三万 八十六万 九十万 王长生自然看不上这套飞刀 七星商盟准备了一万三千多件商品 规模确实不小 这套飞刀 最终以一百九十万的高价成交 一名银杉侍从 端着锦盒来到后排 某个银色光团 飞出一个青色储物袋 落在托盘上面 侍从确认零食的数量无误后 将锦盒推入荧光之中 整个交易过程 近拍者根本不用露面 别人都看不清楚近拍者的长相 更无法锁定气息 可以说是 充分保证近拍者的安全 辅助捷印的化音水十瓶 分开拍卖 底价三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万 陈锋取出十个大小一致的青色瓷瓶 高声说道 王长生靠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他用不上这些东西 一件件拍卖品出现在拍卖会场 主要是结单修饰 和原音修饰使用的东西 化神修饰根本看不上 大半日过去了 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 陈锋取出两块墨盘大的蓝色金石 散发出一阵刺骨的寒意 桌面瞬间结冰了 前蓝雪晶 王长生双目一眯 他在天蓝界得到一些前蓝雪晶 炼化之后 配合明月珠使用效果不错 这两块前蓝雪晶比他得到的大得多 哪怕是炼化其中一块前蓝雪晶 王长生施展水系神通 能够增加不少威力 前蓝雪晶两块 分开拍卖 每块前蓝雪晶重三百斤 底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六十万 王长生花了两百七十万的高价 拍下一块前蓝雪晶 这块前蓝雪晶 是他已经炼化的前蓝雪晶的十倍 炼化里面的前蓝含气 可以提高他的实力 陈锋取出三面灵光闪闪的红色令旗 每一面红色令旗 不过巴掌大小 旗面遍布无数玄奥的紫色符纹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火灵气波动 成套灵宝紫燕旗 以五阶下品离验兽的兽皮 五千年的紫燕木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底价三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十万零食 陈锋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过众修士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王长生的本命法宝定海珠 有十八克 每一克都是灵宝 他花了数百年的时间 这才有十八克定海珠 这还是得到了镇海宗的遗藏 经过激烈的竞争 这套灵宝以八百五十万的高价成交 被某位男修士拍走 只有三面地紫燕气拍出八百五十万的高价 通天灵宝的价格更高 这并不奇怪 一只五阶妖兽身上的材料就能卖出上百万零食 多杀几只五阶妖兽就能够买下这套紫燕气了 陈锋主持了大半日 说得口干舌燥 退到了一旁 由杨岳主持拍卖会 杨岳的袖子冲桌面一抖 十个精美的白玉酒坛飞出 酒坛表面刻着精美的花纹 玉花雕 四阶零酒 用千年的血玉果为主材料 上百种冰属性零药酿造而成 口感极佳 对于治愈火毒有奇效 底价五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万 喜欢饮酒的修饰不少 这十坛玉花雕 最终以九十五万的高价被人拍走 杨岳陆续取出各种零酒 功效各异 疗伤 精进法力 解毒 断体等等 大都是五阶零酒 零酒的等阶越高 效果越好 不是有六阶零酒吗 磨磨蹭蹭的 快拿出来看看 七胡散人催促道 语气有些不满 杨岳善善一笑 道 前辈说笑了 六阶零酒是压轴拍卖品 要晚一点才拿出来 杨小友 别理这个酒鬼 你接着拍卖 一道低沉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传遍整个拍卖会场 七胡散人 朝着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没有说什么 杨岳继续主持拍卖会 拿出五个青色瓷瓶 高声说道 五阶单要飞龙单五瓶 此单可以提高六阶以下的 蛟龙进阶几率 饲养蛟龙的道友前辈 可不要错过 五瓶飞龙单 分开拍卖 底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三十万零食 我出两百万 一道中气十足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王长生认得出来 这是龙子云的声音 第1927章 西雷珠和士林鼠的内单 王长生的脸上露出思虑状 他想到了王清凌饲养的冰封胶 不知他能否进入五阶 他从天蓝界和千胡界 收集到不少冰属性的修仙资源 除了供养八亿雪修寿 冰封胶也能得到不少 两百五十万 两百八十万 三百万 竞争十分激烈 五瓶飞龙丹 分别以三百五十万 三百八十万 四百万 四百三十万 和四百五十万的价格成交 龙子云财大气粗 拍走了三瓶 花了上千万零食 龙子云自然不可能 拿得出这么多零食 不过龙家 拿得出这么多零食 一瓶十颗 算起来 一颗飞龙丹 在三十万零食以上 真羊丹 用三千年的真羊餐围 主要炼制而成 有精进法力之效 特别适合修炼火属性功法的道友服用 分开拍卖 抵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三十万 杨月手中 拖着五个红色瓷瓶 高声说道 一百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六十万 杨月取出多种五阶丹药 功效各异 都拍出了高价 可惜 没有断体丹药 就不知道压轴拍卖品 有没有断体丹药 一阵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八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抬着一个巨大的金色铁笼子 走上圆形高台 金色笼子里 关着一只胶手龟身的妖兽 看其气息 显然是一只五阶下品的胶龟 五阶下品的胶龟 精通水系神通 看家护院最合适不过了 底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三十万零食 一百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六十万 王长生没有五阶灵兽 不过他看不上这只胶龟 论潜力 胶龟哪里比得上零龟 对于一些族内 只有化神修士的修仙家族来说 这只胶龟 适合用来看家护院 这只胶龟 最终以三百五十万的零食 被人拍走 八名大汉 又抬着一个金色铁笼 走了上去 铁笼里 关着一只长满红色淋雨的海鸥 它的爪子是青色的 不停地拍打着翅膀 撞击金色铁笼 五阶下品的烈火鸥 飞行速度较快 擅长火属性神通 赶路或者斗法 都是不错的选择 底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十万 王长生和汪如烟都没有灵情 他们看不上一般的灵情 若是碰到潜力不错的灵情 他倒是愿意出手 一只只灵兽灵情 出现在拍卖会场 从五阶下品到五阶上品不等 灵虫一只也没有 这并不奇怪 灵虫进阶本来就不容易 大都没有什么大神通 半天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拍卖会持续了一天一夜 杨岳说得口干舌燥 陈锋已经休息好了 替换杨岳 陈锋翻手取出五个精美的玉瑕 打开五个精美的玉瑕 里面各有一颗银白色的果实 果实呈现半月形 表面有一些金色纹路 金丝银月果 可以辅助原音修士 冲击化神器 若是炼制成丹药 效果更好 五颗金丝银月果一起拍卖 底价一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十万 陈锋的声音不大 传遍会场 王长生不懂炼丹 他根本用不上 拍走金丝银月果 陈锋取出数种丹药 都是辅助原音修士 冲击化神器的丹药 五阶上 品金雷归体内的吸雷珠一块 可以吸收大部分的雷电之力 若是体内有引雷珠的灵兽 吞服下此物 修炼速度更快 陈锋手中拖着一颗淡金色的圆珠 高生说道 看到这一颗吸雷时 王长生想到了 天兰界万雷海域深处的那颗引雷珠 引雷珠自动引导天地雷电 而吸雷珠被动吸收雷电之力 两者截然不同 五阶上品金雷归的吸雷珠 能用来炼制通天灵宝 克制雷修 若是六阶金雷归体内的吸雷珠 炼制出来的通天灵宝品质更高 可以削弱大天洁的威力 不过雷属性妖兽体内 出现吸雷珠或者引雷珠的几率并不高 全看运气 这也导致此物的价格昂贵 雷归不过四阶上品 目前没发现 它拥有吸雷珠或者引雷珠 吸雷珠一颗 底价一百万零食 一百万 一百三十万 王长生对这两道声音都比较熟悉 分别是李延川和龙子云 吸雷珠对于雷系雷兽来说意义重大 同时也是一种不错的炼器材料 一百六十万 王长生也参与竞价 他想要弄到这块吸雷珠炼制一键重宝 竞争太激烈了 价格很快到达三百万 这已经超出了这颗吸雷珠的价值 王长生略意思量 开口喊道三百五十万 四百万 李延川的声音斩钉截铁 五阶上品的吸雷珠足够炼制一件品质不错的通天灵宝 对于炼虚修士杜大天杰有一定帮助 天学姥姥等炼虚修士并没有开口竞价 似乎看不上这颗吸雷珠 王长生是看出来了 李延川非要得到此物不可 估计是借花献佛 我出四百五十万 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骤然响起 陈锋的神色激动 这颗吸雷珠固然珍贵 也绝对卖不出四百五十万的高价 这也是拍卖会的魅力 商品的成交价往往超出其真实价值 四百五十万 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陈锋高声说道 王长生认得出来 这是徐盈盈的声音 神兵们擅长练气 徐盈盈花四百五十万零食购买一颗吸雷珠 真是财大气粗 李延川眉头紧皱 他本想拍下此物送给宋风 可是他拿不出更多的零食了 他买了不少东西 我出五百万零食 李延川咬牙说道 若是能讨好宋风 五百万零食算什么 总会有办法捞回来 没有人在开口加价 五百万零食购买一件炼气材料 这太奢侈了 陈锋询问了三遍 没有人加价 李延川顺利拍下此物 当一名中年只是端着吸雷珠 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李延川开口说道 我身上的零食不够 我打算拍卖一些材料 他取出一个青色玉盒和一个金色玉霞 说道 五街上品是零鼠的腰单 和一块天月寒金 是零鼠 王长生双眼一亮 是零鼠可是吞天鼠的分支 继承了吞天鼠部分神通 双瞳鼠若是吞噬了是零鼠的腰单 说不定能够进入五街 天月寒金 天学老了 朝着中年直视望了过来 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 中年直视拿着两样东西 给陈锋鉴定 陈锋确认无误后 开口说道 五街上品是零鼠的腰单一枚 是零鼠可是吞天鼠的分支 若是有饲养零鼠的前辈或者道友 可不要错过了 底价八十万零食 大多数零鼠都没有什么大神通 通常用来寻宝 很容易死在静置或者强敌之下 没多少修士饲养了高阶零鼠 因此 这颗氏零鼠的内单竞争不是特别激烈 王长生花了150万的价格 就拍下了这颗氏零鼠的内单 要知道 五街中品吞海锡的腰单 也不过是卖了85万零食 可见吞天鼠分支这个名号 还是吸引不少人的 双瞳鼠能否进阶五街倒是其次 王长生是希望他能够 继承是零鼠的血脉神通 天月寒金是六街炼气材料 不过鸽子蛋大小 拍出了180万的高价 王长生手上那块天月寒金大多了 李延穿附了零食 收起了吸雷珠 陈峰的衣袖冲桌面轻轻一抖 一片霞光掠过后 桌面上多了一个淡青色的符翼 六街轻易服的符翼 炼制飞行宝物的上加材料 底价150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30万零食 这个符翼可以炼制飞行类的中品通天领宝 翅膀是妖琴身上仅次于妖丹的炼气材料 六街妖兽材料都出现了 还没有拍卖压轴拍卖品 王长生对这次拍卖会充满了期待 除了拍卖商品 他还打算借此机会增长见识 很多天才地宝 他只是在点击上看过 没有见过食物 这个符翼被徐莺莺以400万的高价买走 若是炼制成通天领宝 价格肯定更高 陈峰取出多件六街材料 瘦骨 腰胆 金魂等等都拍出了高价 其中一只六街夏品里龟的龟壳 拍出了700万的高价 龟类妖兽的龟壳 向来是炼制防御宝物的上加材料 拍卖会已经持续一天半了 还没有出现压轴拍卖品 陈峰取出一个精美的金色玉盒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枚纤细的飞针 若隐若现 接下来是压轴拍卖品的时间 第一件压轴拍卖品 夏品通天领宝金光断影针 用金里金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让人防不胜防 底价300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万 350万 400万 450万 飞针类的宝物是因人利器 不过这类法宝炼制不易 一些妖兽皮粗弱后 很难灭杀 飞针法宝可以攻击他们的眼睛 将其灭杀 因此 这枚金光盾影针的竞争很激烈 价格很快达到了1000万 我出1200万 一道魂后的男子声音 从二楼某间包间传来 王长生感觉这个声音很熟悉 好像是袁烈 二楼 某间包间 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山男子 坐在凳子上 神情自若 四位五阶陵园站在一旁 袁烈就在里面 袁烈 你不要过度沉迷人族的炼器术 肉身才是我们青园一族之本 将肉身淬炼到极致 空手抵挡通天灵宝 也不在话下 青山男子叮嘱到 声音威严 是 七叔公 苏二明白 袁烈满口答应下来 他学习炼器 有一技之长 转灵石比较容易 不像他那些同族 要么靠缴获 要么靠族群的供养 青园一族 重视淬炼肉身 也会使用法宝 大多数的化神七族人的法宝受到损伤 大多会找袁烈帮忙修复 1300万 1400万 这枚金光盾影针 最终以1400万的高价 被袁烈拍下 拍下此物 袁烈手上也没有多少灵石了 拍走金光盾影针后 陈锋取出一个淡银色的玉盒 从中取出七张淡银色的符传 每张符传表面都遍布玄奥的银色符文 这些符文以北斗七星的序列排列 灵气惊人 显然是五阶符传 成套符传七星所要符 哪怕是六阶妖兽被困住 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脱身 底价300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万 成套符传 王长生脸上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符传跟法宝一样 也有成套的符传 成套符传从某种程度来说 相当于一套威形阵法 因为使用方法简单 比较受欢迎 汪如烟是五阶制符师 还未能练制出成套符传 这套七星所要符 以一千万的高价成交 能够困住六阶妖兽 自然也能困住练须修士 保命力气 就是比较贵 一次性使用品 陈锋又取出一个银色愈合 从中取出三张水汽萌萌的蓝色符传 符传表面遍布玄奥的符文 隐约听到一阵刺耳的海啸声 虚空中骤然涌现出点点蓝光 朝着蓝色符传涌去 四海护灵符 有人认出了此符的来历 没错 确实是四海护灵符 六阶符传 水灵气越充沛的地方 防御效果越好 可以使用多次 抵加四百万灵石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五十万 六阶防御符传 确实是不错的保命力气 王长生花了一千一百万灵石 拍下一张四海护灵符 他没有这么多灵石 只好出售了一块拳头大的天月寒金 这才凑齐了灵石 拍下四海护灵符 王长生已经没有多少灵石了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拍下了不少合用的东西 还好他在交换会上 得到一大块天月寒金 陈锋翻手取出两个精美的白色酒坛 酒坛用某种灵域打造而成 可以清楚看到 酒坛内的灵酒是金色的 七湖散人的鼻子清秀了几下 骤然精神大震 目光紧盯着白色酒坛 六阶灵酒金流玉露 用万年金流餐和上百种千年灵药酿造而成 有精进法力之效 两坛灵酒一起拍卖 底价四百万灵石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话音刚落 七湖散人立刻开头喊道 老夫出一千万 同一种品质的灵酒 效用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这两天金流玉露可以精进法力 相当于精进法力的丹药了 用万年灵药酿造而成的灵酒 效果自然不一般 王长生嘖嘖称奇 用万年灵药酿酒 真是奢侈 七湖散人花了一千二百万灵石 拍下了这两坛金流玉露 算起来 一坛六百多万灵石 他当场掀开封盖 一股浓郁至极的酒香 随即飘散开来 王长生清秀了几下 感觉身体慢慢发热 呼吸加速 脑袋有些晕晕沉沉 七湖散人往嘴里灌了几口 满脸笑意 痛快 哈哈 江道友 快盖上封盖 那些小辈可受不了 光是气味 就能让不少杰丹修饰醉倒了 一道浑厚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用万年灵药酿造出来的灵酒 自然非同一般 低阶修饰嗅到六阶灵酒的味道 昏过去还是好的 七湖散人点了点头 摘下腰间一个青色葫芦 对准酒坛 金色的酒水 净数被吸入了青色葫芦之中 第1929章 寒雪瑶 五行雷消服 陈锋取出了一枚通体银白色的小印 表面符纹闪动 灵气惊人 夏品通天灵宝镇灵硬 炼入了一些千军石 重量型宝物 哪怕是六阶妖兽被骑砸中 不死也残 陈锋高声说道 军石是一种特殊的炼气材料 分为百军 千军和万军三种 万军石最好 一小块就有百万斤之重 特别适合炼制重量型的宝物 不过万军石已经很少见了 重量型宝物 王长生想到了他炼制的万中风 可惜毁在了魔族手上 底价三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二楼某间雅间 五男一女聚集在雅间内 为首的是一名双目有些浑浊的青袍老者 青袍老者的身材修长 脸颊消瘦 给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龙紫云和龙紫月也在里面 他们都是龙家子弟 镇灵印 此宝倒是不错 可以拍下 作为下次足比的奖励 青袍老者开口说道 声音低沉 龙紫云点点头 开口喊价 四百万 这件镇灵印的竞争相当激烈 经过几十次竞价 这件镇灵印 以一千五百万的高价 被龙家拍走 尘封手掌一翻 金光一闪 一只迷你小舟就出现在手上 迷你小舟通体金色 灵光闪闪 他注入法力后 迷你小舟的体型暴涨 化为一艘千余杖掌的金色飞舟 舟身上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蛟龙 金色蛟龙在舟身表面游走不停 传出一阵响亮的龙鸣声 飞航类的通天灵宝金胶舟 飞行速度极快 附带防御 运送物资 或者修饰的绝佳工具 抵价五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这件金胶舟是夏品通天灵宝 王长生记得 天兰宗有一件青龙舟 也是夏品通天灵宝 不过论飞行速度 肯定是金胶舟更胜一筹 某件包间 一名五官如画的少女正在品查 少女一身身蓝色的广袖流线裙 头疏灵云病 肌肤赛选 一名手脚粗大的中年妇人 和一名身材魁梧的光头大汉站在一旁 两人都是恋虚妻 飞海舟被辅足的人毁掉了 拍下此物代步吧 蓝群少女吩咐道 是 三小姐 中年妇人应了一声 开口喊道 七百万 小姐 咱们在玄陵大陆待的时间不短了 再继续待下去 恐怕会错过足笔 听说这次足笔会选出家族下人家主 咱们现在赶回清理海域 还能来得及 光头大汉略意迟疑 开口问道 放心 我有分寸 若是能够得到那样东西 寒家家主非我寒雪妖莫属 蓝群少女不以为然地说道 充满了自信 光头大汉听了这话 不再多言 经过一阵激烈的竞价 中年妇人以一千七百万的高价 拍下了金胶粥 才大气粗 陈锋翻手取出一个金色瓷瓶 从中倒出两粒淡金色的药丸 药丸表面有九个迷你胶龙的图案 栩栩如生 九龙丹两颗 此物非拍卖品 交换金刚断铃叶之类的凝炼法香的材料 陈锋高声说道 王长生紧盯着两颗九龙丹 目光火热 九龙丹能够提高高阶修饰 但下子四的几率 对于一些想要生下一儿半女的高阶修饰来说 九龙丹有很大的诱惑力 不过 凝炼法香的材料也不是一般的材料 什么属性的材料都行吗 一道有些沙哑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凝炼法香的材料也分属性的 不同功法的高阶修饰 所需的材料也不一样 那倒不是 金属性的材料优先 其他凝炼法香的材料也没有问题 我有一件东西 你看看能不能交换九龙丹 有几十位修饰开口 想要交换九龙丹 王长生也在里面 一些修饰用不上九龙丹 不过可以用来跟其他修饰交换 九龙丹是紧俏货 比较容易出手 他拿出了500斤明河之水 希望能够交换到九龙丹 鲁天红要1000斤明河之水 才能换九龙丹 开价肯定高了 里面装的是500斤的明河之水 换一颗九龙丹 王长生传音说道 语气沉重 陈锋打开一个个峡盖或者浴盒 宝光四散 别人并未能看清楚 浴匣或者浴盒里面的东西 他取出一面淡金色的法盘 打入树道法绝 过了一会儿 陈锋冲身边的侍从吩咐了几句 侍从带着九龙丹 朝着二楼某间包间飞去 怎么回事 不是说交换金刚断灵液 老夫拿出了金刚断灵液 也无法交换到九龙丹 一道有些愤怒的男子 声音骤然响起 王长生眉头紧皱 他拿出500斤明河之水 也无法交换到九龙丹 前辈若是能够拿出一张五行雷消符 自然没有问题 陈锋苦笑着说道 什么 五行雷消符 天学姥姥惊呼道 目光火热 五行雷消符是六阶符传 可以削弱雷节的威力 炼须修士渡大天节的时候 有一张五行雷消符在手 度过大天节的几率更高 当然 若是大天节的威力太大 五行雷消符也发挥不出多少作用 对于合体修士来说 五行雷消符的作用不大 合体修士的大天节 威力远高于炼须修士的大天节 六阶符传 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七胡散人和大智禅师 纷纷望向二楼的包间 脸色凝重 二楼的某间包间 韩雪瑶手中握着一个瓷瓶 丢给了身后的中年妇人 金阳 你不是一直想要九龙丹 好生下一儿伴女 发展自己的家族吗 送你一颗九龙丹 韩雪瑶的语气平静 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金阳的神色激动 更厌道 谢小姐赏赐 好好办差 别想其他事 若是能够得到那样东西 别说九龙丹 上品通天灵宝 也不在话下 韩雪瑶吩咐道 金阳连声称是 答应下来 五行雷消符 不知道有是否还有五行雷消符 老夫愿意用金刚断铃夜换 如何 一道温和的男子声音 从角落传来 我没有第二张五行雷消符了 道友找别人吧 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 骤然从包间传来 既然不换 陈小友 把金刚断铃夜送回来吧 大智禅师连忙开口说道 道友且慢 贫僧用东西跟你交换 他嘴唇微动了几下 显然是跟某位修士传音 好 成交 陈小友 派人把金刚断铃夜给他 陈锋听了这话 派了一名侍从 把金刚断铃夜 交给大智禅师 大智禅师取出一个银色玉匣 交给了侍从 侍从将银色玉匣 交给了金刚断铃夜的主人 整个过程 金刚断铃夜的主人 并没有露面 第1930章 玄阳鼎 玄灵天尊 陈锋派人将大多数宝物 送还给原主 唯独没还王长生的明河之水 王长生眉头一皱 陈锋这是什么意思 这位前辈 那位前辈想用东西跟你交换 万年灵药 通天灵宝 福转 阵法都行 你开个价 陈锋给王长生传音 若是无法成交 七星商蒙也会出手 换下这批明河之水 500斤的明河之水 转手卖给合体修士 绝对可以大赚一笔 交换 王长生有些动心 看来既拍九龙丹的修士 大有来头 定海珠想要晋升为通天灵宝 需要大量的炼气材料 我要九龙丹 天理海经 万年血浑草 天换石 王长生说出十几样珍稀材料 天理海经是六阶炼气材料 万年血浑草是炼制分身的主材料 天换石可以让天换珠 晋升为通天灵宝 过了一会儿 陈锋传音回复道 那位前辈没有九龙丹了 他愿意用一百斤天理海经 一株万年血浑草 五十斤千军石 一块万年飞无木 和两块极品零石交换 如何 王长生心中暗道果然 明河之水是七阶炼气材料 鲁天红给的价格太低了 他查阅过不少点集 关于明界的记载少得可怜 更别提明河之水了 这让王长生无法判定 明河之水的真正价值 这个价格太低了 我若是拿出来拍卖 价格会更高 我要雷属性的高阶腰单 或者炼气材料 王长生讨价还价道 很快 陈锋就回复他了 再加一个六阶金乌龟的龟壳 这是最高的价格了 王长生会心一笑 道 成交 他也没有想到 五百斤明河之水 能够换到这么多东西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明河之水的价值 他以后不能随便拿出明河之水才行 免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过了一会儿 一名银山侍从来到王长生面前 交给王长生一枚淡金色的储物件 王长生神识一扫 确认无误后 这才让银山侍从离开 二楼某间雅间 一名脸色红润的青袍老者 坐在茶桌旁 两男一女站在一旁 他们的衣袖上 都有一个金色树叶的图案 青袍老者的身材瘦弱 高鼻揪目 明河之水 没想到 居然有明河之水 可惜数量少了一些 青袍老者轻声说道 神色兴奋 手中握着一个蓝色玉瓶 六叔公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明河之水 这种东西很珍贵吗 一名身穿黄色如裙的少女 好奇地问道 黄裙少女瓜子脸 鹰嘴穷鼻 他们都是今夜导李家子弟 李家是三家之一 传承数万年 族内有多位合体修士坐镇 实力雄厚 李家擅长种植之术 李家先祖出自玄清派 跟玄清派的关系不错 明河之水是明界的独有之物 至于明界在哪里 没人知道 明河之水是凝炼法香的材料 也是一种特殊的灵水 适合培育天明花之类的珍稀灵药 若不是老祖宗跟我提过 我也不知道 我查阅了族内的典籍 关于明界的记载 少之又少 青袍老者缓缓说道 他话锋一转 道 老祖宗若是用明河之水凝炼法香 凝炼出来的法香威力更大 若非李家的合体修士跟他提过明河之水 他也不知道明河之水的珍贵性 您确定是明河之水 不会搞错了吧 黄群少女略意犹豫 小心翼翼地说道 青袍老者取出一个灵光闪闪的红色玉盘 符纹闪动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火灵气波动 显然是一件中品通天灵宝 他从蓝色玉瓶之中 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 落在红色玉盘上面 红色玉盘瞬间结冰 冰层是黑色的 红色玉盘表面亮起一阵赤金色的符纹 一股赤金色的火焰狂涌而出 冰层停止蔓延 紧接着 红色玉盘亮起五颜六色的符纹 一团七色火焰凭空浮现 黑色冰层迅速融化 化为一滴黑色液体 没错 确实是明河之水 除了少数火焰克制明河之水 一般的火焰根本奈何不了此物 哪怕是炼须修士沾到明河之水 法体也会被毁 青袍老者轻声说道 目光火热 老祖宗若是用明河之水炼制成通天灵宝 岂不是一件大杀器 黄群少女好奇地问道 听老祖宗说 明河之水很难炼制成法宝 具体原因 我不太清楚 反正得到了明河之水 咱们回去慢慢研究 青袍老者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个时候 陈锋取出了一座灵光暗淡的红色小顶 红色小顶三足两耳 看起来平淡无奇 想必诸位前辈都听说过玄灵天尊吧 陈锋高声说道 怎么 这只小顶跟玄灵天尊有关系 有人好奇地问道 玄灵天尊是玄灵大陆五十多万年来 名气最高的大城修士 据说它留下了道场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限时 每次玄灵天尊的道场限时 都会吸引大量的修士进去寻宝 只有一部分修士 能够获得玄灵天尊留下的宝物 这件玄羊顶是玄灵天尊的本命法宝 玄灵顶的纺制品 是玄灵天尊亲手炼制的 是一件中品通天灵宝 不过此宝受到了一些损伤 最好是修复再使用 陈锋介绍道 语气热络 玄灵天尊炼制的宝物 真的假的 就是 玄灵天尊都失踪这么多年了 他炼制的宝物还在世 应该不会有错 七星伤盟不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哼 这可难说 伤人逐利 这件玄羊顶 引起了在场修士的议论 有人质疑 有人相信 王长生满脸好奇 他相信 七星伤盟不可能拿自己的名声 开玩笑 鲁天红从远处飞来 落在了圆形高台上面 老夫和几位道友再三检查 磁宝 是用玄羊神经炼制的 这种材料 已经很少见了 肯定是玄灵天尊炼制的宝物 磁宝还有玄灵天尊的独家印记 鲁天红打入一道法诀 玄羊顶的体型暴涨 顶内可以看到玄灵两个大字 玄灵天尊炼制的宝物 大多会有玄灵二字 算是独家标记 玄羊神经是一种顶尖的炼器材料 目前已经很少见了 第1931章 天雷玉灵大阵 玄羊顶 玄灵天尊 王长生双目一眯 在很多介绍玄灵大陆的典籍之中 都提到了玄灵天尊 对其称赞有加 玄灵天尊在万余年的时间内 从化神期进入大成期 是玄灵大陆五十余万年来 修炼速度最快的大成修士 玄灵天尊进入大成期后 突然失踪了 下落不明 有人说他飞升仙界了 有人说他死在了大天节之下 众说纷纭 有一处疑似玄灵天尊留下的道场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现世 据说玄灵天尊的道场宝物众多 有不少高阶修士进入道场 得到玄灵天尊留下的宝物 修为突飞猛进 或者神通大掌 明动一方 每当玄灵天尊的道场现世 就会吸引大量的修士进入寻宝 不过玄灵天尊的道场 是一处移动的小世界 可能在玄阳界任何地方出现 上次玄灵天尊的道场现世 只是在东荒出现 而玄灵天尊的道场 在整个玄阳界移动 两者没有可比性 听了这话 这一声这才小了 玄阳神经炼制的宝物 恐怕很难修复吧 用一般的材料 恐怕无法修复 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 从二楼某间雅间传来 确实很难修复 否则我们也不会拿出来拍卖 现在确实很难看到玄阳神经了 不过只要多花时间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玄阳神经的 若是修复磁宝 用来困住合体修士 都不是问题 就算不修复也能使用 对于炼须修士来说 也是一件难得的重宝 至少炼须修士被困住 很难脱困 鲁天宏解释道 若不是有这些缺陷 玄阳顶根本不会拿出来拍卖 玄阳顶一件 底价五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能少于五十万 玄陵天尊 当年可是名动玄陵大陆的大城修士 有七星商盟这块招牌单宝 大多数修士都相信 此宝是玄陵天尊炼制的宝物 这件玄阳顶的竞争比较激烈 这件玄阳顶最终以两千万的高价 被二楼某个雅间的贵宾拍走 二楼某个雅间 一名青袍老者望着身前的玄阳顶 神色激动 玄陵天尊炼制的宝物 这一趟没有白来 青袍老者激动地说道 若是能修复此宝 咱们李家又多了一件重宝 黄群少女奄然一笑 附和道 这个时候 尘封退下了 由鲁天宏亲自主持拍卖会 鲁天宏手掌一翻 灵光一闪 一个精美的白色玉霞出现在手上 他打开霞盖 从中取出一对雪白色的圆环 灵光闪烁不停 附近的温度骤降 地面上出现了薄薄的冰层 快速扩散 中品通天灵宝天月环 用一整块天月含金为主材料炼制而成 想必有道友听说过五行子吧 听说五行子从玄陵天尊的道场 得到不少宝贝 修为突飞猛进 炼气水平提高得很快 这件天月环 是他亲自炼制的宝贝 据说是玄陵天尊那套五行环的纺制品 鲁天宏沉声道 打入一道法绝 两枚雪白色圆环 骤然脱手而出 各打入一道法绝 两枚圆环骤然亮起刺目的白光 体型大涨 大量的白色雪花 从高空飘落 温度骤降 王长生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更别说低阶修饰了 鲁天宏法绝一变 两枚圆环恢复原来大小 落在他的手上 为了近拍者着想 在下就不多展示了 此宝的威力绝对不小 低价五百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这对天月环都是中品通天灵宝 威力不小 竞争特别激烈 天学姥姥以两千七百万的高价 拍下了这对天月环 才大气粗 鲁天宏翻手取出一个精美的青色锦盒 打开锦盒 一阵夺目的金光席卷而出 金光散去 露出九把金光闪闪的飞刀 每一把金色飞刀的外形酷似弯月 灵气惊人 成套的通天灵宝 王长生眼中亚瑟一闪 每一把金色飞刀 都是中品的通天灵宝 天月环已经拍出两千七百万的高价 这套飞刀难道要过一零食 这套金月刀 用更金神经为主材料打造而成 每一件都是中品通天灵宝 这套宝物是某位前辈既拍的 幻术土神经之类的土属性材料 鲁天宏的声音不大 传遍会场 鲁天宏取出一面青光闪闪的法盘 打入树道法绝 一阵比划 一展查的时间后 鲁天宏轻叹了一口气 收起了这套飞刀 显然流拍了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鲁天宏袖子一抖 上百杆荧光闪烁的阵气飞出 飘落在身前 每一杆阵气灵光闪烁 主阵气有杖许长 散发出惊人的灵气波动 用三万年五级真雷目为主材料 打造的天雷玉灵大阵 此阵是六阶阵法 可以削弱雷系道法的威力 天学姥姥 大智禅师和七湖散人的目光 紧盯着鲁天宏身前的阵气 脸色凝重 对于炼须修士来说 若是得到这套阵法 度过大天节的几率会提高不少 这套阵法是某位前辈即拍的 换防御类或者飞行类的上品 通天灵宝 同等价值的东西也行 鲁天宏沉声道 眼中露出几分火热之色 若不是阵法主人是合体修士 他都想留下这套阵法自己用 天雷玉灵大阵 王长生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宁练法相的材料和辅助度大天节的东西 都是珍惜之物 备受各大势力的推崇 二楼某间雅间 今夜导李家修士的神色激动 天雷玉灵大阵 青袍老者自言自语道 神色激动 我用七星伞换这套阵法 七星伞是防御类的上品通天灵宝 青袍老者传音说道 度不过大天节 再好的宝物也没命使用 对于要度大天节的练须修士来说 这套天雷玉灵大阵比防御力的上品通天灵宝差多了 不过对于合体修士来说 上品通天灵宝更加珍贵 合体修士引来的大天节威力更大 天雷玉灵大阵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 毕竟是六阶阵法 第1932章 翠炼定海珠 晋升本命法宝 其他高阶修士纷纷给鲁天红传音 鲁天红取出一面青色法盘 打入一道道法诀 一阵笔画 显然是跟物主联系沟通 一盏茶的时间后 鲁天红双眼大亮 深吸了一口气 往青色法盘上一阵笔画 这套天雷玉灵大阵归这位道友了 鲁天红指着某个角落说道 众修士纷纷朝着角落望去 因为引灵珠的关系 他们看不到对方的真容 也无法判定对方的修为 等等 老夫拿出飞行类的上品通天灵宝 也换不到天雷玉灵大阵 他拿出了什么东西 就是 我可是拿出了一套通天灵宝 防御力不比上品通天灵宝差 你们七星伤盟 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否则我们以后不参加你们举办的拍卖会了 多位高阶修士表示不满 难道对方能够拿出 比上品通天灵宝更加珍贵的东西 灵丹妙药 还是奇珍异宝 王长生也是满脸好奇 比度结阵法和上品通天灵宝更加珍贵的东西 难道是七阶丹药 八万年血灵木炼制的替结珠 你们若是能够拿出比替结珠更珍贵的东西 这套天雷玉灵大阵归你们 一道有些沙哑的女子声音从角落传来 什么 替结珠 在场的修士一阵骚动 天雪老了 大智禅师和七湖散人满脸震惊 替结珠 王长生恍然大悟 黄鱼儿给了他一截八千年的血灵木 上万年的血灵木可以炼制替结珠 血灵木的年份越高 炼制出来替结珠越好 八万年血灵木炼制的替结珠 合体修士也会眼热 替结珠是一次性使用品 关键时刻能够就自己一命 鲁天红朝着角落飞去 落在某位修士面前 他取出震气震盘 交给对方 对方取出一个金色玉盒 递给鲁天红 鲁天红仔细检查 确认无误后 这才飞回拍卖会场 拍走天雷玉灵大阵的修士 立刻离开了拍卖会场 一刻也不愿意多待 多位修士想要追出去 被鲁天红拦住了 按照规矩 等他离开后 你们才能分批次离开 鲁天红沉生道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保护机制 七星商盟举办的拍卖会 才会有很多修士参加 过了一会儿 确认那人已经离开了 鲁天红这才飞回原形高台 继续主持拍卖会 鲁天红手掌一番 一艘清光闪闪的小舟出现在手上 舟身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色蓝鸟图案 左右两侧各有一对青色鸟翼 飞航类的中品通天灵宝轻易飞灵舟 换宁链法香的材料 火属性优先 鲁天红高声说道 取出一面青色法盘 一阵笔划 某间雅间 宋玉禅握着一面荧光闪烁的法盘 一阵笔划 天夜玉夜 成交就换这样材料 宋玉禅面露欣喜之色 神色兴奋 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 金铜法木 鲁天红高声说道 手中拖着一颗淡金色的眼珠子 金色眼珠子 灵光闪烁不停 灵气惊人 显然是一件下品通天灵宝 法木 这难道是用多慕族的眼珠炼制而成的宝贝 有什么特殊神通吗 七胡散人好奇地问道 此宝可以看穿幻术 镇眼 隐秘之术 当然 能够发挥出多大威力 全看驱使者的修为和法力而定 落在化神修士手上 也就是看穿五阶镇法的镇眼 落在炼须修士手上 看破一些六阶镇法的镇眼 或者一般的隐秘之术 也不是问题 此宝幻读大天节的宝物 王长生双目一眯 汪如烟炼化了一颗乌凤法木 给他提供不少帮助 可惜物 主要幻读大天节的宝物 他可拿不出来 哼 一件下品通天灵宝而已 看来那名多慕族的修为 不过是化神七 若是炼须七多慕族的眼珠炼制的法木 倒是可以幻读大天节的宝物 天学姥姥轻哼了一声 不以为然地说道 鲁天红微然一笑 没有说什么 他取出一面灵光闪闪的青色法盘 打入一道道法绝 跟物主沟通 遗憾的是 此物流拍了 拍卖会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一定准备更好的商品 欢迎诸位前来参加 鲁天红客气地说道 宣布拍卖会结束 在场的修士有序地离开 王长生坐在原位 近来容易 出去要等不少时间 主要是保护近拍者 七湖散人 摘下腰间的一个青色葫芦 往嘴里灌酒 大半日后 王长生出现在街道上 他在街上转了五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修士跟踪 回到了玄悦峰 这一次拍卖会 王长生眼界大开 增长了不少见识 最重要的一点 他知道了 明河之水的真正价值 鲁天红给的价格 还是偏低了 这并不奇怪 换了王长生 王长生也会这么做 得知明月之水 是明河之水 王长生跑了多家书店 购买了不少点击 对于明界的记载 只有寥寥数语 根本没有提及明河之水 或许镇海宫的藏经阁 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不过他现在外派出去 不能擅自返回总坛 等他返回总坛 再去镇海宫的藏经阁查阅了 若不是查不到明河之水的详细记载 王长生也不会冒险 拿出明河之水 他用500斤明河之水 换到一批炼气材料 足够他将18颗定海珠 晋升为通天灵宝 王长生打算 在玄月岛待一段时间 将定海珠 晋升为通天灵宝再说 王长生张嘴 18颗定海珠从中飞出 漂浮在王长生的身边 水气蒙蒙 室内骤然涌现出大量的水灵气 他取出炼气材料 开始炼气 他将一块深蓝色的金石 丢到半空中 这是六阶炼气材料天灵海精 用来炼制下品通天灵宝 有些奢侈 不过王长生没有把握 将18颗定海珠 都晋升为中品通天灵宝 哪怕是下品通天灵宝 威力也不是一般的下品通天灵宝可比的 王长生一张口 玄玉冰雁飞出 包裹着天灵海精 天灵海精 慢慢出现融化的迹象 18颗定海珠 漂浮在王长生身边 转动不停 若是18颗定海珠 全部晋升为通天灵宝 王长生的实力 可以提高不少 第1933章 定海珠晋升通天灵宝 执行任务 春去秋来 十年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王长生盘坐在一张蓝色蒲团上面 身前摆放着一些炼气材料 一团雪白色的火焰 漂浮在王长生身前 室内的温度低的吓人 石壁和地面上 出现厚厚的冰层 他的脸色苍白 目光紧盯着白色火焰 过了一会儿 王长生法掘一掐 白色火焰化为一道白光 没入他的衣袖不见了 18颗定海珠 漂浮在半空中 浮纹闪动 灵气惊人 室内骤然涌现出点点蓝光 赫然是精纯的水灵气 成功了 王长生长松了一口气 18颗定海珠 顺利晋升为通天灵宝 每一颗定海珠 都是夏品通天灵宝 若不是用明河之水 换到大量的炼气材料 光是材料 就够王长生头疼的 本命法宝是夏品通天灵宝 还有18颗之多 定海珠炼入了天理海珠 等多种水属性炼气材料 随时夏品通天灵宝 凭借数量 不比一般的中品通天灵宝差 天理海珠并没有用完 还有不少 他袖子一抖 收起了18颗定海珠 和地上的炼气材料 走出密室 他刚走出密室 一张传音符向他飞来 王长生捏碎传音符 汪如烟的声音随之响起 夫君 我已经出关了 就住在你隔壁 汪如烟跟王长生 一起闭关改修功法 音律功法改修比较麻烦 没有什么东西辅助 而王长生有五阶灵水辅助 修炼速度自然快一些 王长生走出住处 来到隔壁的一座青蛙小院 发了一张传音符 很快 院门打开了 汪如烟走了出来 他还是化神初期 不过气息比以前强大了不少 距离化神中期不远了 夫人 你过来学月岛 谁驻守玄陵岛 王长生随口问道 汪如烟既然来了玄陵岛 多半是有人代替他 我跟李师叔提了这事 他派秦师弟替换我 夫君 你进入化神中期 太好了 咱们进去说吧 汪如烟一边说着 一边将王长生请进住处 驻守玄月岛的修士 大都是飞升派系的 王长生和汪如烟比较自由 师门长辈和同门都比较照顾他们 夫人 我打算跟李师叔换一个任务 咱们想要弄到九龙丹 需要积攒善工才行 王长生陈生道 他们来到玄阳界一百多年了 已经熟悉玄陵大陆的情况 王长生打算领取一些宗门委派的任务 积攒善工兑换九龙丹 以九龙丹的珍惜程度 哪怕是用临时拍卖 他们也未必争得过其他势力 领取任务积攒善工 既能磨练自己 又能积攒修仙资源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听说十多年前举办的拍卖会 有九龙丹出现 可惜要用宁炼法相的材料兑换 汪如烟有些惋惜地说道 咱们一起去找李师说吧 领取一些简单的任务 慢慢积攒善工 等咱们的修为提高上去 得到九龙丹不是问题 说到底 还是看实力说话 王长生的目光坚定 修为越高 实力越强 话语权越大 汪如烟点点头 答应下来 一展查的时间后 王长生和汪如烟 出现在李如雪面前 得知他们的来意 李如雪点了点头 道 你们飞升悬崖界的时间也不短了 也该出去历练一下 欲不拙不成器 正好陈诗值要护送一批货物 去金蝉岛 你们跟他跑一趟吧 玄陵岛就让秦诗值他们助手吧 多谢李师叔成全 王长生和汪如烟 异口同声地说道 满脸感激 你们回去准备一下 三日后就出发了 多跟陈诗值请教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 要学习 李如雪教导道 王长生和汪如烟 连声称是 宫身退下 他们来到传送殿 传送回玄陵岛 没过多久 王长生和汪如烟 出现在一座狭小的山谷外面 一道尖锐的丝鸣声响起 两只试魂金蝉飞了出来 分别停在王长生和汪如烟的面前 两只试魂金蝉 一只四阶中品 一只四阶下品 百余年不见 王长生的试魂 金蝉进入了四阶中品 汪如烟的试魂金蝉 已经进入四阶下品 他们的进阶速度 算是比较慢的了 沈云飞从谷内飞出 手中握着一个阴气森森的黑色葫芦 沈云飞看到王长生和汪如烟 躬身行礼 弟子拜见王师叔 王师叔 沈师侄 我们要调任了 这些年辛苦你了 这件宝物送给你 王长生一边说着 一边取出一个金色玉匣 递给了沈云飞 沈云飞连声称谢 收了下来 他取出一枚蓝色玉剪 双手递给王长生 躬身说道 王师叔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 对世魂金蝉进阶 有益的天才地宝和方法 王长生接过预检 神识一扫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们收起世魂金蝉 离开了玄陵岛 一展察的时间后 王长生和汪如烟 出现在一座青砖红碗的院落门口 汪如烟发了一张传音符 很快 院门就打开了 陈兴走了出来 脸上挂着笑容 王师殿 王师妹 李师叔已经跟我说了 你们进来吧 我跟你们说一说具体的任务 陈兴一边说着 一边将他们请进住处 来到一座僻静的小院 王长生看到了孙武 和一名身材矮胖的老者 正坐在一张青色石桌旁品茶聊天 老者的面容白净 圆脸小眼 腰间系着一个红色葫芦 身穿红色道袍 给人一种先锋道鼓的印象 从他身上的强大伶牙来看 显然也是一位化神后期修士 老夫陆光红 王师弟 王师妹 我早就听陈师弟提起过你们 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红袍老者自我介绍道 语气热络 原来是陆师兄 久仰久仰 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 还望陈师兄和陆师兄 多加指点 王长生诚恳地说道 其实任务很简单 就是路途遥远 需要花不少时间 没多大危险 孙武解释道 孙师妹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还是要小心一点 陆途遥远容易出现变故 陆光红正色道 一副老城持重的模样 陈兴点头道 陆师弟说的没错 陆途遥远容易出现变故 咱们要多加小心 孙师妹 你给王师弟和王师妹 说一说我们的任务吧 第1934章 御妖 金蝉岛是神兵们控制的方式 距离玄月岛比较远 无法直接传送过去 咱们镇海宫在金蝉岛有一些产业 咱们负责 将一些炼器材料运送到金蝉岛 除了咱们五人 还有二十多位原音修士 只要不碰到六阶妖兽 还是没有问题的 孙武缓缓说道 海域的修仙资源丰富 别说六阶妖兽 七阶妖兽也有出没 只是六阶以上的妖兽 比较少见罢了 孙师姐 你们碰到过六阶妖兽吗 王长生追问道 镇海宫派化神修士带队 显然货物不是很重要 我们执行过十次护送任务 有一次碰到六阶妖兽 损失惨重 你们不用担心 六阶以上的妖兽 出现的几率还比较低的 这里不是海域深处 每当有六阶妖兽 在人族控制地盘出现 很快有炼虚修士去围剿 不过 咱们也不能大意了 还是有不少危险的 一些五阶妖兽的天赋神通比较大 甚至成群截队出现 飞云商会的商队 碰到一群五阶元雕 仅有一人逃生 除了妖兽 天风和兽巢 也是一大灾难 只要不碰到大型天风 无法对咱们化神修士 造成重大创伤 至于兽巢 完全看规模 在咱们人族控制地盘 爆发大型兽巢的几率特别低 就算爆发大型兽巢 也会被拦截在 人族控制地盘的外围 陈兴缓缓介绍道 相对来说 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比较耗费时间 商会跟商萌 都是商业组织 只是规模不一样 商会的规模比较小 活动范围不是很大 小的商会 有结单修士坐镇就行了 商会收集的修士资源有限 商萌的规模比较大 活动范围很大 至少要有合体修士坐镇 才能镇得住场子 收集的修仙资源没有上限 个别大商萌 连大城修士需要的宝物 都有出售 他所说的飞云商会 是玄月岛名列前茅的商会 化神修士带队运送物资 飞云商会的商队 碰到一群五街妖情 死伤多位化神修士 元气大伤 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 生意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们一共制定了五条路线 九种方案 现在跟你们说一下 陆光宏详细说了一下 他们的计划 在他看来 一切以安全为重 不能存在半点侥幸心理 陈兴也比较认可陆光宏的看法 任务可以失败 保住性命最重要 毕竟不是护送什么珍惜之物 一个多时辰后 王长生 汪如燕 孙武和陆光宏 四人告辞离开 陈兴亲自送他们离开 陆师弟 王师弟 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三天后出发 陈兴抱拳说道 王长生四人 一口同声答应下来 各回个家 回到住处 王长生取出一张淡蓝色的兽皮 上面是一幅海图 详细记载了 方圆三十亿里的情况 镇海宫控制的地盘 大都在海域 少部分在内陆 他们仔细查看海图 计数各处要地 万一有什么变故 方便逃跑 三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天色刚来 王长生和汪如燕 站在传送店门口 陆光宏也在 二十多位元英修士站在一旁 神色恭敬 过了一会儿 陈兴和孙武同时出现 走了过来 走吧 出发 陈兴轻点了一下人数 确认无误后 大秀一挥 朝着传送店走去 他们站在一座 百余丈大的传送镇上面 陈兴打入一道法绝 一片刺眼的霞光亮起过后 淹没了他们的身影 一阵轻微的血运感过后 王长生发现 他们出现在一座 宽敞明亮的青色宫殿之中 宫殿内有十多座 大小不一的传送镇 大都是沉寂状态 走出大殿 陈兴袖子一抖 一只青光闪闪的小舟飞出 打入一道法绝 青色小舟顿时长大到百余丈长 符文闪动 显然是一件飞行灵宝 他们陆续跳到青色非洲上面 陈兴打入一道法绝 青色非洲的灵光大掌 化作一道青色长虹 朝着高空飞去 没过多久 青色长虹就消失在天际 半年后 一片漆黑的海域 海水是黑色的 一眼望不到尽头 天空也是灰色的 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狂风四起 掀起一波波滔天巨浪 发出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 远处天际骤然出现一道刺眼的青光 青光的速度极快 过了一会儿 青光停在某座荒岛上空 顿光一脸 露出一艘淡青色的非洲 王长生等二十多位修士站在上面 他们一路过来 碰到了不少妖兽 不过等阶不是很高 很快就被他们解决了 远处天际出现一道道粗大的水柱 有数十道之多 遮天蔽日 巨浪滔天 一阵阵巨大的海啸声响起 海面上出现一道道漩涡 漩涡的体积越来越大 一道道水柱冲天而起 如同晴天柱一般 插在海面上连接天地 有些不对劲 好像有天风出没 陈兴皱眉说道 天风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大型天风能够灭杀炼须修士 小型天风原因修士就能渡过 马上绕路吧 能避开天风就避开 洛光红建议道 陈兴点点头 他们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 提前做了应对之策 他发觉一掐青色非洲顿时顿光大涨 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 他们刚飞出万里 海面骤然炸裂开来 掀起一道千余丈高的巨浪 如同一条黑色皮链一般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型海底 有五阶妖兽 王长生提醒道 脸色凝重 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 很多东西只是听说过 没有见过食物 他不敢大意 一阵刺耳的轰鸣声响起 无数的黑色水箭从海底飞出 同时 海面上出现三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快速转动起来 产生三道强大的气流 虚空震荡扭曲 孙武右手一翻 蓝光一闪 一只水气萌萌的蓝色海螺 出现在手中 轻轻一吹 一阵低沉的号角声响起 一股蓝萌萌的音波席卷而出 音波锁过之处 黑色水箭尽数溃散 趁此机会 青色非洲骤然顿光大涨 加快了顿速 就在这时 海底传来一阵尖锐的咆哮声 上百条条粗大的黑色触手 从海底钻出 如同利剑一般 劈向青色非洲 四只通体黑色的巨大章鱼浮出海面 它们仿佛是四座巍峨的黑色大山 横卧在海面上一般 体表只有一颗巨大的眼珠子 陆光红轻横了一声 翻手取出一面红光闪闪的番旗 旗面上绣着一个红色的迷你鲨鱼 它轻轻一晃 迷你鲨鱼仿佛活过来一般 发出一阵尖锐的嘶吼声 滚滚烈焰席卷而出 迎向上百条粗大的黑色触手 第1935章 四海扶摇阵 定海珠显威 轰隆隆的巨响 滚滚烈焰被上百条黑色触手拍得粉碎 火焰四箭 陈兴右手一翻 一根金光闪闪的迷你小棍出现在手上 磅礴的法力注入迷你小棍 迷你小棍的体型暴涨 化为一根金光流转 不停的金色巨棍 灵气惊人 它脸色异冷 金色巨棍如同浪里白焦 以催枯拉朽之势 朝着上百条黑色触手扫去 砰砰的闷响 上百条粗大的黑色触手 缠住了金色巨棍 黑色触手涌现出一股黑色液体 积在金色巨棍上面 冒起一阵阵青烟 金色巨棍的灵光闪烁不停 不好 这是独木章 这种妖兽的毒液 能够误会通天灵宝 孙武精呼道 神色紧张 王长生手持七星斩妖刀 一个横劈 虚空扭曲变形 传出一阵刺耳的破空声 上百道蓝蒙蒙的刀器席卷而出 如同上百条蓝色 匹链一般 朝着上百条黑色触手劈去 上百道蓝色刀器 劈砍在上百条黑色触手上面 传出一阵闷响 黑色触手表面 都有一道道浅浅的血痕 陆光红脸色一沉 一抬手 一只红光流转不停的红色葫芦飞出 打入一道法诀 红色葫芦顿时暴涨 表面有一个金色火云的图案 葫芦口朝下 对准黑色触手 红光一闪 赤色葫芦喷出一股赤金色火焰 带着惊人的热浪 激在上百条黑色触手上面 冒出一阵滋滋的闷响 上百条黑色触手 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 连忙松开了金色巨棍 轰隆隆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上百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划破天际 紧接着 上百道粗大的黑色水柱 从远处天际席卷而来 虚空震荡扭曲 巨浪滔天 青涩非洲上下摇晃 不好 天风过来了 陈星脸色一变 被独木章拖延 他们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时间 上百道黑色水柱 分散在方圆十万里的区域 速度极快 他们的体积不断变大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四肢五阶的独木章 还在袭扰他们 一阵破空声响起 上百条黑色触手再次袭来 封死了他们的退路 若是在平时 陈星自然不惧 现在天风已经袭来 他们必须要尽快避开 陈师兄 王师殿 你们先撤 我留下断后 我很快就跟你们会合 陆光红尘声道 这种情况 必须要有人留下 缠住独木章 不用这么麻烦 咱们一起出手 灭杀这四肢五阶独木章 不是问题 王长生纵身飞了出去 他正想是一世定海珠的威力 四肢五阶独木章 一肢五阶上品 三肢五阶中品 他们皮粗肉厚 法绑难伤 汪如烟紧随其后 手中握着红尘笛 陈欣看到这一幕 当机立断 吩咐道 孙师妹 你跟李师殖他们 对付一只独木章 我跟陆师弟 各对付一只独木章 速战速决 不能灭杀他们 也要重创他们 是 陈师兄 孙无满口 答应下来 陈欣和陆光红 纷纷飞出青涩非洲 陈欣负责对付 五阶上品的独木章 王长生和汪如烟 联手对付 五阶中品的独木章 陆光红 独自对付一只 五阶中品的独木章 孙无和二十多位 元英修士 对付最后一只独木章 四只独木章 纷纷发出一道 尖锐刺耳的嘶鸣声 粗大的触手挥舞不停 滑破虚空 传出一阵阵刺耳的破空声 海水剧烈翻涌 气浪滔天 王长生一张口 六颗定海珠飞出 化作六道蓝光 没入了海水之中 对付一只 五阶中品妖兽 六颗定海珠足够了 他法觉一掐 身体重若万惊 他挥动数十条粗大的触手 拍向王长生 海面掀起一道道巨浪 汪如烟吹走红尘笛 一道道音波席卷而出 迎向数十条黑色触手 轰隆隆的巨响 数十条黑色触手倒飞出去 独木章张开血盆大口 一道带着刺鼻气味的黑色液体飞出 直奔王长生而来 王长生发觉一变 一声轻贺 定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黑色液体仿佛受到了某种影响 直接坠入海水之中 冒起一阵阵青烟 一般来说 成套的法宝都会有相对应的阵法 最常见的就是 成套飞剑布置剑阵 王长生有十八颗定海珠 自然也能布阵 四海扶妖阵 四海断铃大法 附带的阵法 利用成套法宝布置 法宝的品阶越高 阵法的威力越大 独木章又惊又怒 发出一道道愤怒的嘶吼声 不过一股强大的重力禁锢住他 他体表涌现出刺眼的乌光 数十条触手恢复了正常 如同数十把利剑一般 拍向平静的海面 数十条触手 仿佛拍在了棉花上面 海面荡起一阵阵涟漪 一道巨浪都没有出现 他想要潜入海底 不过一股股强大的重力 从四面八方用来 似乎要碾碎他的身体 他根本无法逃跑 王长生抬起右手 海面顿时炸裂开来 数十道粗大的水浪龙卷 冲天而起 纷纷朝着独木章击去 轰隆隆的巨响 独木章被密集的水浪龙卷击中 体表鲜血淋漓 血流不止 他的独木喷出一道黑光 积在平静的海面 海面如同保纸一般撕裂开来 他庞大的身体 顺着缺口潜入海底 王长生法觉一掐 方圆万里的海水 仿佛沸腾一般 剧烈翻滚 快速转动 形成一个直进万里的巨大漩涡 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 海面上慢慢升起 一道巨大无比的黑色水浪 黑色水浪快速转动 虚空发出嗡嗡 想 扭曲变形 似乎下一刻就要撕裂开来 几座小岛直接被黑色水浪冲到云霄 化为了粉末 黑色水浪内 一只独木章剧烈的挣扎 不过没什么用 没过多久 他的身体骤然炸裂开来 化为一团血雾 连惊魂和妖丹都没能保存下来 从王长生出手 到他灭杀五阶中品的独木章 不到五夕 在此之前 王长生也能灭杀五阶中品妖兽 不过并不轻松 这一次 他很轻松 就灭掉了五阶中品的独木章 除了他已经进入化神中期的因素 跟定海珠晋升通天灵宝也有很大关系 第1936章 神通经全场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句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六颗定海珠 在海上斗法 就能轻松灭杀五阶中品的独木章 若是祭出18颗定海珠 恐怕一般的五阶上品妖兽 也无法抵挡吧 那些身家富裕的修士 不惜耗费巨资 购买成套的通天灵宝 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愧是通天灵宝 施展水系神通的威力 提升了数倍不止 这还是六颗定海珠 若是18颗定海珠 威力恐怕更大 王长生暗暗想到 眼中满是欣喜之色 这个时候 陈兴正在跟五阶上品的独木章缠斗 他挥舞金色巨棍 幻化出众众棍影 砸在独木章的触手上面 传出一阵闷响 并未给独木章造成多大伤害 高空漂浮着一团巨大无比的赤色火云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热浪 一颗颗赤色火球 从火云之中飞出 陆续砸在一只独木章身上 传出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 火光冲天 赤光跟乌光交斥 气浪滚滚 白雾弥漫 另一边 孙武跟二十位元英修士 正在围攻一只独木章 耀眼的灵光淹没了独木章 独木章皮粗肉后 短期内无法灭杀 王长生法觉一掐 黑色水球剧烈翻滚 体积越来越大 快速朝着五阶上品的独木章而去 独木章数十条粗大的触手 缠住了金色巨棍 猛然一甩 将陈兴甩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海面上 陈兴吐出一大口鲜血 脸色略显苍白 气喘吁吁 章鱼类妖兽比较难对付 触手直接吸住了金色巨棍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六颗小山大的黑色水球 在海面上滚动 直奔独木章而来 狂舞猛然一拍 轰咆咆 六颗黑色水球被气砸得粉碎 上万道数尺长的黑色水箭飞射而出 陆续击在独木章的身上 传出一阵闷响 独木章皮粗肉后并没有什么大碍 王长生法觉一掐 以独木章为中心 方圆万里的海水 如同沸腾一般 剧烈翻滚 形成一个直进万里的巨大漩涡 巨大漩涡快速转动起来 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 伴随着一声震天焊地的巨响 一道粗大的水浪龙卷冲天而起 独木章被裹挟入黑色水浪之中 强大的水压 让其发出一道道痛苦的嘶吼声 轰隆隆的暴鸣声响起 黑色水浪炸出一道缺口 独木章飞射而出 朝着远处飞去 就在这时 一阵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重重棍影从天而降 如同一座巍峨的巨山一般 砸向独木章 一声痛苦的嘶吼声响起 密集的棍影砸在了独木章身上 独木章快速坠落在海面上 奇怪的是 以他庞大的体积 并未能沉入海底 而是漂浮在海面上 王长生的目光一冷 右手朝着虚空一拍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中 海水剧烈翻滚 四座巨大的黑色水山钻出海面 黑色水山高千丈 长百丈 四座黑色水山 快速朝着独木章击来 气浪滚滚 虚空震荡 独木章的眼珠子露出恐惧之色 发出一阵尖锐的怪吼声 粗大的触手不停地拍打海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退路 不让他潜入海底 六颗定海珠悬浮在海底 符文闪动 方圆万里的海水 仿佛铜墙铁壁一般 就连独木章也无可奈何 定海珠晋升为通天灵宝后 这才体现出定海二字的含义 轰隆隆的巨响 四座黑色水山陆续撞在了独木章的身上 将其砸成了肉泥 腰单也砸碎了 陈兴暗暗吃惊 眼中亚瑟一闪 上次见面 王长生的实力还没有这么强 一百多年过去了 纵然进入化神中期 实力也不可能提升这么快 除非王长生的本命法宝 是一套通天灵宝 另外两只独木章见识不妙 不顾身上的重伤 潜入海底不见了 这个时候 上百道天峰 距离他们不到三里 陈师兄 陆师兄 快撤 王长生大喊一声 双手高高抬起 做怀抱状 轰隆隆的巨响 海面骤然剧烈沸腾起来 一座万鱼丈高 数千丈长的黑色水墙 凭空浮现 横立在海面上 如同一座不可跨越的大山一般 挡在他们身前 趁此机会 陈兴等人 纷纷飞回青涩非洲 陈兴法觉一掐 青涩非洲灵光大涨 顿速大涨 沿着来路飞回 王长生法觉一掐 六颗定海珠从海底飞出 化作六道蓝光 飞入他的衣袖不见了 陈兴三人眼中不约而同 闪过一抹羡慕之色 王长生居然有一套通天灵宝 还有六颗之多 光是材料 就不是一笔小树木 轰隆隆的巨响 黑色水墙被上摆到 黑色水珠基的粉碎 整片虚空扭曲变形 几座小岛直接被强大气浪震碎 从此人间蒸发 半日后 一道青光划破天际 几个闪动后 停在一座方圆百里的小岛上空 顿光一脸 露出一艘青涩非洲 王长生等人站在上面 此地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海风震震 这次还多亏了王师弟 否则我们 恐怕要折损不少人手了 陈兴感叹道 当时的形势紧急 若是无法快速解决独木章 天风袭来 他们的损失不小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 上百座岛屿 直接被天风搅碎 化为阴粉 是啊 独木章皮粗肉厚 很难灭杀 没想到王师弟有一套通天灵宝 恐怕一般的化神后期修士 也不是王师弟的对手吧 孙武用一种羡慕的语气说道 陈师兄 孙师姐谬赞了 我只是一丈宝物之威罢了 说起来 还多亏了宋师叔的指点 否则我的炼气术 无法提升这么快 王长生谦虚道 他口中的宋师叔 是宋玉禅 在陈兴等人听来 宋师叔是宋风 王师弟谦虚了 宝物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我总算是知道 为何李师叔如此气中你们了 路光红面路赞许之色 他本以为王长生和汪如烟是关系户 没想到 他们有真本事 第1937章 赤燕山宋家 异族跟踪 有真本事的修士 到哪里都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咱们稍作修整 一个时辰后再上路 路途遥远 希望接下来平安无事 陈兴一边说着 法觉一掐 青涩非洲缓缓朝着小岛落去 咦 有人过来了 王长生轻移了一声 朝着远处天际望去 陈兴等人 纷纷朝着高空望去 并没有看到任何修士 王师弟 你感应错了吧 没人过来 陈兴疑惑到 他的修为最高 理论上 他的神识是最强的 王长生没有回答 直望着远处天际 过了一会儿 远处天际出现一道红色顿光 红色顿光的速度特别快 没过多久 红光停了下来 赫然是一张红光闪闪的画轴 十多位修士站在上面 为首的是一名年过七旬的红袍老者 红袍老者高鼻鸠目 身材魁梧 他们的衣饰上 都有一个红色火山的图案 显然是代表什么 赤燕山宋家 陈兴认出了这伙修士的来历 宋家是神兵们的附属修仙家族 族内有炼须修士作证 老夫宋云祥 见过诸位道友 红袍老者抱拳说道 与其客气 在下陈兴 见过宋道友 陈兴连忙还礼 同为人族 打个招呼也没什么 宋云祥没有在说什么 法爵一掐 红色画轴顿时顿光大涨 朝着高空飞去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了 路过只是打个招呼 王长生倒是第一次见 陈师兄 你们认识吗 宋道友怎么专门停下来打招呼 汪如烟好奇地问道 出门靠朋友 碰到其他人族修士 最好打一个招呼 万一遇到什么麻烦 也好向对方求助 陈兴轻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没什么奇怪的 汪如烟点了点头 没有在问什么 王师弟修炼过锻炼神石的功法吗 你比陈师兄更早发现宋道友 陆光宏有些好奇地问道 神石强大好处多多 王长生的神石显然强过陈兴 以前吃过真魂果 我的神石比同阶修士强一点 王长生解释道 他修炼过九转断神石 不过受限于辅助材料 没能修炼到更高层数 增长的神石有限 他用万年养魂木炼制了一枚养魂珠 佩戴在身上 佩戴多年 神石在缓慢增长 再加上弑魂金蝉反补神石 他现在的神石 比化神后期修士要强一些 若是他跟汪如烟的神石叠加 能够直追化神大圆满 陆光红和陈兴对视了一眼 就算是服用了真魂果 化神中期修士的神石 也不可能比化神后期还要厉害 估计王长生另有机缘 他不想说 陈兴和陆光红也没有点破 王长生和汪如烟飞到一座高峰上面 两人朝着宋云祥等人的来路望去 王长生眉头微皱 他之前感应到 一股气息跟在宋云祥后面 当他想仔细探查的时候 那股气息很快就消失了 汪如烟的眉心亮起一道红光 乌凤法墓一线而出 朝着远处虚空望去 并没有什么发现 乌凤法墓的品贴太低了 怎么了 王师弟 汪师妹 有什么异常吗 陈兴走了过来 好奇地问道 陈师兄 咱们不是在护送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吧 王长生疑惑到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身后有人在跟踪他们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些五阶炼器材料 数量有点多而已 怎么 你们发现了什么 陈兴的脸色凝重 镇海宫的视力不小 这不代表没人敢动镇海宫修士 财博动人心 镇海宫的东西也被抢过 只是次数比较少罢了 我感觉有人跟在我们后面 之前没有发现 或许是我的错觉 又或许 他们是跟踪宋道友 宋道友停下来打招呼 是想利用我们拖住跟踪者 王长生说出自己心中的猜测 陆光红和孙武走了过来 他们的脸色凝重 如果王长生说的是真的 他们就是替宋云响挡枪 王师弟 你确定有其他修士 跟踪宋道友 会不会是错觉 孙武疑获道 不可能是错觉 他们多半是跟踪宋道友 在此之前 我从未发现这股气息 王长生肯定地说道 小心无大错 咱们马上改变路线 避免跟他们碰到吧 陆光红提议道 退一步来说 王长生的感应错了 那也没有问题 改变路线 也就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 一切以安全为重 有人在暗处跟踪 陈兴也没心思休整 连忙召集弟子 马上离开 青涩非洲一飞而起 在这王长生等人 朝着高空飞去 方向跟宋云祥等人的方向 截然不同 一千多里外的一座小岛 岛上植被茂密 树木林立 某棵参天大树下面 骤然亮起一道金光光 三男一女四名化神修士 一线而出 为首的是一名鹤发童年的金袍老者 金袍老者留着山羊湖 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 看其法力波动 显然是一位化神大圆满修士 他们站在一艘半月形的 金色非洲上面 一道淡金色的光幕 照着他们从金色非洲散发出的 惊人灵气波动来看 显然是夏品通天灵宝 这人的神识好强 若不是有金月顿灵舟 说不定就被他发现了 金袍老者皱眉说道 管他呢 只要敢挡路 那就杀掉 绝对不能让宋家修士 逃到方氏 一名满脸横肉的红山大汉 冷着脸说道 满脸杀气 这里是人族的地盘 不要大意了 小心一些准没错 宋家修士逃不掉 他们还不知道 咱们做的手脚 我没想到他们不向这伙修士求救 他们是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还是过于自信 金袍老者的目光 有些惊疑不定 哼 那还用说 宋家修士想要独吞那件宝物 将此物尽献上去 大长老肯定重重有赏 快追吧 别让宋家修士逃走了 红山大汉的神色兴奋 开口催促道 金袍老者点点头 法觉一掐 金色非洲亮起无数玄奥的符文 骤然消失不见了 第1938章 三年 宋云祥求助 三年后 某片海域 零星地分布着数百座大小不一的岛屿 一道青光滑破苍穹 在青光后面 跟着十几道红光 红光的速度特别快 青光一脸 露出一艘青光流转不停的非洲 王长生等二十多位修士 站在青色非洲上面 他们的神色紧张 似乎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十几道红光 赫然是十几只双翅展开有十余杖的红色妖情 他们的脑袋上 都有一个红色肉冠 头小身大 双目火红 丽爪乌黑 看气息 他们都是五阶妖情 为首的是一只五阶上品妖情 他们纷纷发出一阵尖锐的嘶鸣声 提表红光大放 翅膀狠狠一扇 骤然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王长生一直留意妖情的动向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开口说道 小心 陈师兄 他们又施展风顿术 准备在前面拦截我们 快往海底降落 只能如此了 陈星操控的是飞行领保 飞行速度远远比不上这些妖情 这还是王长生提前发现他们 若非如此 他们早就被妖情追上了 飞行类的通天领保比较珍贵 要么花费巨资打造 要么耗费巨资拍买 不过飞行类的通天领保比较抢手 往往一出现在市面上 很快就被人买走了 纵然有飞行类的通天领保 除非是中品通天领保 否则 他们也很难甩掉这群五阶妖情 陈星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法觉一掐 青涩非洲骤然改变方向 快速朝着海底飞去 考虑到海底的妖兽 他没有选择顿入海底 不过现在情势危急 也顾不上海底的妖兽了 就在这时 高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团覆盖五万里的巨大火云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高空 将海水倒映成红色 温度骤然升高 树之妖情出现在青涩非洲四周 将青涩非洲团团围住 他们的翅膀狠狠一扇 一道道红色飞风席卷而出 仔细观察 红色飞风由无数的赤色火焰凝聚而成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高温 受到红色飞风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热浪滚滚 二十名原音修士 纷纷祭出法宝 迎击袭来的红色飞风 孙武几人也没有闲着 纷纷出手抵挡 高空的赤色火云 如同沸水一般剧烈翻滚 一颗颗房屋大的巨大火球飞出 如同陨石一般 砸向青涩非洲 王长生轻横了一声 双手高高抬起 海面上骤然掀起一道道巨浪 化为重重水墓 护住他们 轰隆隆的巨响 百物弥漫 一股热风吹过 两只红色妖情 骤然出现在青涩非洲面前 一前一后 夹击王长生一行人 陈兴轻横一声 踢标涌现出密集的金色符文 双拳一动 密集的金色拳影飞出 陆续击在一只红色妖情身上 传出一阵闷响 红色妖情倒飞出去 王长生的右拳 涌现出一大片蓝色水汽 化为一道蓝色水墓 包裹着右拳 朝着一只红色妖情击去 红色妖情的利爪 积在蓝色水墓上面 荡起一阵涟漪 安然无恙 王长生的右拳 涌现出大量的蓝色水汽 骤然化为一条 腰身粗大的蓝色水蟒 撞在了红色妖情身上 一阵欢快的笛声响起 一股淡蓝色的音波席卷而出 积在红色妖情的身上 红色妖情倒飞出去 上百枚淋雨从身上脱落下来 鲜血淋漓 趁此机会 青涩非洲潜入海底 不过一颗颗巨大火球落下 砸在海面上 火光冲天 海面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白雾滚滚 王长生寄出六颗定海珠 化作六道蓝光 朝着海底深处飞去 他发觉一掐 六颗定海珠纷纷大量 绽放出刺眼的蓝光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以它们为中心 方圆万里的海水剧烈旋转 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 一些低阶妖兽 直接被强大气流碾碎 身体直接爆裂开来 化作一团血雾 融入海水之中 海面掀起一道道巨浪 很快出现一个 直径万里的巨大漩涡 巨大漩涡快速转动 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 虚空都扭曲变形 十几座小岛 骤然爆裂开来 化为鹰粉 树枝红色妖情的身体 快速朝着巨大漩涡落去 它们发出尖锐的嘶鸣声 连忙朝着高空飞去 不过没什么用 它们的身体 快速落入巨大漩涡之中 被漩涡搅成一片血雾 连惊魂都未能逃出去 青涩非洲左摇右晃 一股强大的压力 将青涩光幕挤压变形 王长生的法觉掐动不停 漩涡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虚空震荡 发出嗡嗡的闷响 似乎要崩塌一般 一颗颗赤色火球落下 落入巨大漩涡 如同泥如大海 巨大漩涡不受影响 上千颗赤色火球 被巨大漩涡吞噬了 巨大漩涡安然无恙 红色妖情似乎察觉到 对方不好惹 扇动翅膀逃离了此地 赤色火云随之溃散 王长生等人并未露面 一直躲在海底 一个时辰后 青涩非洲从海底飞出 陈兴等人脸上不约而同 露出心有余悸的表情 还好王师弟提前发现了 这群妖情 否则这一次 还真是凶多吉少 陈兴长松了一口气 他也是体羞 不过妖情的身形灵活 很难对付 按照咱们目前的速度 不出意外的话 用不了一年 咱们就能感到目的地 孙武脸上露出欣喜之色 笑着说道 因为不断绕路 他们耽误了不少时间 好在平安无事 一路过来 王长生凭借强大的神石 多次避开了危险 避免损失 加快速度吧 别耽误太多时间 尽早到达目的比较好 陆光红建议道 王长生眉头紧皱 朝着远处望去 道 有人过来了 好像是赤燕山的宋道友 宋道友 陈欣四人面面相去 三年前 他们跟宋云祥碰了一面 现在又碰到宋云祥 难道说 宋云祥的目的地 跟他们一样 宋道友好像 被化神修士追杀 小心戒备 王长生提醒道 脸色凝重 前面的道友 老夫宋云祥 福祖的人正在追杀我们 还请诸位 道友出手相助 老夫感激不尽 定有重邪 一道有些急促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福祖 王长生的脸上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福祖是紧挨着 人族的一个种族 性情残暴 十分嗜血 不过福祖赶在 人族的地盘杀害人族 确实太过分了 王师弟 陆师弟 福祖是所有人族的敌人 随我迎战 陈欣陈生道 他的神识感应道 数位化神器的气息 朝着这里飞来 以他们的实力 灭杀几名化神器的福祖 应该不难 还能让宋云祥 欠下一个天大的人情 和乐而不为 陆光红眉头一皱 他本想拒绝 可是陈欣说的在里 一族在残害人族修饰 不管不顾说不过去 一道红光出现在远处天际 一道金光出现在红光身后 速度极快 第1939章 玄火化灵术和音波攻击 宋云祥面无血色 身上有多处血痕 鲜血淋漓 血流不止 手中握着一杆清光闪闪的翻起 他气喘吁吁 目中满是恐惧之色 哼 想走 先把命留下 一道冰冷无情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话音刚落 一股轻蒙蒙的飓风 骤然出现在前面 挡住了宋云祥的去路 宋云祥脸色大变 他连忙挥动青色番旗 放出一股青色火焰 击向青色飓风 同时右手一拍胸前的金色寓所 金色寓所顿时红光大亮 一道凝厚的金色光幕 凭空浮现 照住全身 青色火焰跟青色飓风相撞 如同泥如大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青色飓风骤然出现在宋云祥的身前 赫然是一名青面獠牙的中年男子 背部有一对巨大的青色服役 眼珠子都是青色的 中年男子双手画爪 鸡向宋云祥 喷喷的两声闷响 金色光幕挡住了中年男子 他张开咆哮 发出一道尖锐刺耳的嘶鸣声 虚空震荡扭曲 喷出一道轻蒙蒙的音波 准确击在金色光幕上面 金色光幕如同保纸一般 撕裂开来 中年男子的双爪击向宋云祥的脑袋 一声闷响 中年男子击碎了宋云祥的脑袋 尸体化为无数的赤色火光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中年男子的福意狠狠一扇 狂风骤起 无数道青色锋刃飞射而出 击碎了一部分赤色火光 某道火光骤然大亮 现出宋云祥的身影 他的脸色越发苍白 气息更加虚弱 玄火化灵术 哼 这种逃生秘术 我倒要 看你能够施展几次 中年男子一声冷笑 背部的福意狠狠一扇 骤然消失不见了 宋云祥似乎想到了什么 吓出一身冷汗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股狂风吹过 中年男子骤然出现在他的身前 满脸凝笑 就在这时 一阵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一大片金色棍影从天而降 如同一座巍峨大山一般砸下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连忙张口喷出一枚青光闪闪的圆环 瞬间长大 迎了上去 一条蓝光闪闪的绳索飞来 缠住了中年男子的身体 趁此凉机 宋云祥化为一道红色顿光 向王长生等人飞来 远处天际出现三道巨大的龙卷风 每一道都有数千丈之高 连天接地 无数的海水被飓风卷入其中 轰隆隆的爆鸣声响起 数千道巨大风刃 从三道龙卷风之中席卷而出 如同一股钢铁洪流一般 直奔宋云祥而去 海面骤然掀起一道千余丈高的蓝色水墙 如同一道巍峨的蓝色水山一般 坐落在海面上 挡在宋云祥身后 密集的锋刃 积在蓝色水山上面 将蓝色水山 切割成无数的蓝色水汽 不过很快 密集的蓝色水汽 骤然一凝 恢复正常 宋云祥距离王长生不到一里 一股红浓浓的热风 骤然席卷而过 一名满脸横肉的红山大汉 骤然出现在宋云祥面前 他的背部 有一对红光闪闪的福意 目光阴朗 真以为你能从我们手上逃掉吗 可笑 红山大汉冷笑道 满脸杀气 你以为能不在我面前 杀了宋道友吗 可笑 一道充满讥讽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话音刚落 一股强大的重力凭空浮现 一个巨大的漩涡 骤然出现在海面上 红山大汉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重若千万斤 动弹不得 紧接着 一道粗大无比的蓝色水浪 冲天起 淹没了红山大汉的身体 宋云祥的顿速大涨 飞到王长生等人身边 多谢了 陈道友 等我返回族内 一定禀明老祖宗 好好报答你们 四件 四 宋云祥敢激道 语气诚恳 报答 恐怕你们活不到那个时候 一道冷漠的男子声音响起 顺着声音的源头望去 看到一名鹤发童年的金袍老者 金袍老者留着山羊湖 背部有一对巨大的金色福意 满脸杀气 王长生没有回答 法觉一掐 海水剧烈翻涌 十几道粗大的水浪龙卷 冲天起 如同十几把蓝色长毛一般 刺向红山大汉 一副要把红山大汉 扎成筛子的架势 红山大汉发出一道尖锐至极的斯明声 虚空震荡扭曲 一道红蒙蒙的音波席卷而出 十几道水浪龙卷 被红色音波机的粉碎 化作漫天水气 倾洒在海面上 镇海宫的原因修士听到此声 身体发软 双手抱头 面容扭曲 个别原因修士 吐出一大口鲜血 昏死过去 王长生略有不适 他早就听说过 福族擅长音波攻击 陈道友 小心一些 他们可以联手施展音波攻击 威力巨大 宋云祥提醒道 神色凝重 红山大汉体表涌现出刺眼的红光 一对巨大的福意狠狠一扇 骤然脱离了重力的束缚 朝着金袍老者飞去 想走 问过我没有 王长生一声冷笑 法觉一掐 海面上的巨大漩涡 加快了转速 重力大增 红山大汉的身体左摇右晃 随时都会被吸入巨大漩涡之中 一片金色棍影 从天而降 砸向红山大汉 红山大汉吓了一大跳 张口喷出一面红光闪闪的小盾 瞬间胀大 迎了上去 砰的一声闷响 红色盾牌挡住了密集的棍影 王长生法觉一催 巨大漩涡之中 亮起六道刺眼的蓝光 重力大增 红山大汉不受控制地 朝着巨大漩涡飞去 金袍牢者看到这一幕 心中暗叫不好 他和两位同伴聚集到一起 三人法觉一掐 踢掉亮起无数玄奥的灵纹 同时发出一道尖锐刺耳的嘶鸣声 金青蓝三种颜色各异的音波席卷而出 虚空扭曲变形海水倒卷 巨浪滔天 镇海宫的原音修士 纷纷跪倒在地 吐血不止 汪如烟连忙寄出一颗蓝色圆珠 打入一道法觉 蓝色圆珠滴溜溜一转 放出一片蓝色霞光 罩住他们 纵然如此 有两名原音初期修士 还是被音波震碎了五脏六腑 纵然有特殊的灵宝相护 也挡不住三位福族 联手施展音波攻击 三色音波直奔王长生而来 速度极快 王长生轻哼一声 袖子一抖 九胶鼓飞出 迎风见丈 漂浮在王长生的面前 他猛然一拳砸在了鼓面上 三道震耳欲聋的龙音声响起过后 三道水气萌萌的音波席卷而出 骤然合为一体 迎了上去 红隆隆的巨像 你和 你 三色音波跟蓝色音波相撞 双双同归于尽 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浪 海面上出现一道数千丈长的裂缝 海水倒卷 大量的低阶妖兽被强大气浪震杀 海水骤然变成了血色 看到这一幕 金袍牢者眼中亚色一闪 第1940章 成套领宝蝙蝠哨和古怪小镜 他没有想到 对方有一件释放音波的通天灵宝 这倒是少见 福族擅长音波攻击 很少有化神修士 能够挡住他们的合击 孙世俭 你快带着门下弟子退离此地 越远越好 夫君驱使的音波攻击 可是无差别攻击 连我也挡不住 汪如烟给孙武传音 他很清楚 九交谷的威力 若不是有海力珠 镇海宫的原因修士 已经死光了 孙武也看出了 九交谷威力不凡 点了点头 操控青涩非洲 朝着远处飞去 这个时候 红山青年快速朝着 巨大漩涡落去 他的福翼煽动不停 火光大放 他张口喷出一道 粗大无比的赤色火焰 激在巨大漩涡之中 如同泥如大海 王长生右拳 朝着红山大汗虚空一批 无数的蓝色水汽涌现 蓝光一闪 一个百余丈大的蓝色泉影飞出 拳风浩荡 促使虚空激起一阵阵液 似乎要撕裂开来 蓝色泉影尚未近身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迎面袭来 红山大汗 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他提表亮起刺眼的红光 身体一个模糊 骤然变成一只 食余丈大的红色巨幅 眼珠子是红色的 就在这时 一道闷横声骤然响起 红色巨幅的速度一致 蓝色巨拳击射而至 砸在了红色巨幅身上 一声闷响 红色巨幅跌落到巨大漩涡之中 强大的水流 如同密集的利刃 劈砍在他的身上一般 红色巨幅发出一道 痛苦至极的尖鸣声 提表血痕累累 出现大量的恐怖血痕 仿佛遭受千刀万剐一般 巨大漩涡的速度越来越快 红色巨幅身上的血肉 越来越少 红隆崩 红色巨幅眼看无法逃脱 毅然自爆 刺眼的红光照亮方圆数万里 一道强大的气浪 快速掠过海面 掀起一道道巨浪 风云倒卷 过了一会儿 巨浪消失了 风平浪静 红色巨幅也消失不见了 王长生眼中亚瑟一闪而过 浮足倒也很辣 眼看无法脱困 干脆自爆 金袍老者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脸色一沉 翻手取出一个扁平状的哨子 灵光闪闪 外形酷似一只飞翔的蝙蝠 显然是一件通天灵宝 另外两名浮足 各取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哨子 灵光闪烁不停 显然也是通天灵宝 这是成套灵宝蝙蝠哨 本来是五件 一位同伴死在王长生手上 从某种程度来说 鹰波类的通天灵宝 比飞行法宝还要少见 普通修士驱使鹰波类的宝物 发挥不出太大威力 这套蝙蝠哨是 他们耗费重金请人打造的 同时祭出威力巨大 不好 别让他们联手 否则咱们都要死 宋云祥脸色大变 师生说道 陈欣的反应很快 手中的金色巨棍一个横扫 如同一股势不可挡的金色洪流一般 鸡向金山老者三人 金袍老者三人 纷纷将蝙蝠哨放在嘴边 一阵尖锐刺耳的嘶鸣声响起 仿佛鸟鸣声 又酷似售吼声 回荡不绝 海水剧烈翻涌 掀起一道道巨浪 风卷残云 气势惊人 陈欣感觉一股巨力袭来 双手的虎口发麻 金色巨棍道飞出去 陆光红右手往虚空一拍 虚空震荡扭曲 一只数百丈大的红色大手 掠过苍穹 骤然出现在金袍老者三人头顶 迅速拍下 红色大手刚一出现 骤然扭曲变形 暴裂开来 化作点点红光消失不见了 海力珠飘浮在汪如烟头顶 他柳眉紧皱 感觉心里乱糟糟的 心烦意乱 王长生脸色一沉 成套的通天领宝 难怪宋云祥不是对手 他也没有多少把握 除非打散福足 或许还能灭杀福足 王长生还没有自大到 以一敌三的地步 陈师兄 你有没有办法打散他们 成套的通天领宝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王长生给陈兴传音 福足感深入人足腹地 显然实力不弱 我跟陆师弟他们联手 可以打散他们 他们有成套的通天领宝 只能分而兼之 不过他们未必会分开 陈兴眉头紧皱 若是边拖边打 那样也不行 他们的顿速比不上福足 宋道友 你有办法打散他们吗 王长生给宋云祥传音 声音沉重 宋云祥面露犹豫之色 看样子 他有对付福足的宝物 因为某些原因 不舍得拿出来 我有一件宝物 威力巨大 若是趁其不备 灭杀一人绝对不是问题 正面攻击收效不大 宋云祥传音说道 好 我们给你制造机会 你趁机灭杀一人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王长生的脸色凝重 他本来还以为 福足会凭借强大肉身近身攻击呢 这个时候 一股无形音波席卷而来 虚空震荡扭曲 王长生的双拳 亮起刺眼的蓝光 朝着九胶鼓砸去 数道龙音声响起 一道实质化的蓝色音波 席卷而出 迎向对面 蓝色音波瞬间炸裂 海浪四箭 虚空荡起一阵水波纹的涟漪 似乎要炸裂开来 成套的通天灵宝 威力还是比较大的 陈星挥舞金色巨棍 将袭来的音波机的粉碎 王长生发觉一掐 海面上骤然出现 六个巨大的蓝色水球 蓝色水球快速转动 体积越来越大 如同六座蓝色大山一般 耸立在海面上 去 伴随着王长生一声轻贺 六颗巨大的蓝色水球 快速朝着金山老者三人滚去 所过之处 发出震耳欲聋的海啸声 虚空传出嗡嗡的声响 金山老者三人面面相去 三人背靠背 分别面对一个方向 形成三角防守的架势 他们手上的蝙蝠哨 骤然灵光大涨 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 三道无形音波席卷而出 迎向六颗巨大的蓝色水球 两者相撞 六颗蓝色水球 仿佛撞在了铜墙铁壁上面 骤然炸裂开来 海浪滔天 趁此机会 宋云翔翻手取出一面 绿光闪闪的小镜 镜子反面刻着一个 猙獰的夜叉图案 镜面缺了两个手指甲大的缺口 灵气惊人 显然是一件中品通天灵宝 一道凄厉的鬼气声响起 镜面亮起无数的绿光后 一道粗大无比的绿光席卷而出 直奔金山老者三人而去